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释迦摩尼佛 吾胜圣身为妙佛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敬文得寿辞 愿解如来 真实意 《华阴经》 普贤赫念品 各位居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放长 请大家打开讲表 第三页 讲表 第三页 最后一行 我们上次就把这个四名讲过了 就把这个 他的通名 就是金字 以悲鸣 大方广无华阴经 这个讲过了 接着就是最后一行 对这个 这部金 你懂 他的配色是 《华阴经》 修学的纲要 就是这一品 就是古型恋品 就是第三页 倒数第一行一起念 念到 那个第四页的第一行 一起念 此品为全部华言关键 修行书籍 文言易丰 可诡可持 不能受持全部华言则 当以受持持品为日课 这是持多大师的开始 持多大师是华言中的祖师 在民国年间 这个畅公书也是曾经依止他 那这里面他就讲到 这一品就是修学佛阴经的纲要 你看 全部佛阴经的关键 就是 你在修持这部品的 这一部普贤恋品的时候 等于把这个佛阴经的纲要 修持完了 就是这样 他就是以普贤十大雁丸 来说明他修学的纲要 也是修行的书籍 也是重要的关键 所以他意思文言易丰 就是严简易丐的意思 严简易丐 虽然是文字简单 但是寒色呢 无量的易临 可以受持他 而且他可依 这鬼道就是一种可依淫寻 依寻 我们说依教奉寻 可鬼就是依教奉寻 因为他等于是佛所说的法 上次文讲到 这个金字具有长的含义 法的含义 什么叫法呢 今天呢 我们要了身托食 乃至圆成佛道 要依据佛陀所说的法 就是可鬼 可鬼 可依照这个法 而且依照这个法来修行 才能够了身托食 乃至圆成佛道 可依就是我能够受持这部普行赫品 所以他总结了一句话来说 虽然因为法言经很多 法言经如果说讲八十法言太多了 一般人 你要把它全面读完 读完不简单 因为就不如你虽然没办法受持 你就读这一品普行赫品就好了 是这样 就是最后就这样 文日课 那为什么要塑持这个普行赫品呢 上次有讲到 我先讲个两个例子 第一个呢 是唱公司蔡劳而上 在蔡劳而上呢 我先讲一下好了 这个其实他也是 佛菩萨成余在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有听过 管吉拉尚讲 管吉拉尚跟我老菩萨讲 他说唱公司就是希望生日之一 但是呢 他 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他的修缩是 平常心思道 是这样 我先讲到为什么 因为我听过好几次了 这个唱公司的开始 他说 他是 他在 那是他29岁的时候呢 就要出家了 那出家 要怎么出家呢 现在到那事业里面去 这样 遵返一下 就是在事业里面住个 三个月 还是六个月 看看自己能不能习惯 那个 出家人的生活 所以唱公司就从东北啊 东北那个 辽宁那边 北京啊 北京啊 就北平 那时候北平 就现在的北京 那北京呢 就是他也经过那个 东北和尚的 方丈和尚的一个和尚的介绍 有介绍性 去进了那个 北京啊 就现在北京的近年寺 的住址啊 因为他想要准备在这边挂单 希望能够 习惯出家人的生活 所以他跟那个 当他去那边跟什么 知客是见面的 然后接着跟那个方丈和尚 乃至 那个什么 所作和尚都见面了 之后说呢 他讲出他要出家的那个 言由 然后说他们就把他 送到一个非常好的疗环 其实他对面就是一 手作和尚的疗环 但是呢 那时候 当他到疗环的时候呢 天就变黑了 天变黑的时候 这时候呢 他心中花毛 什么叫花毛 金方害恐怖的样子 金方恐怖 花毛 心中花毛 就是恐怖 内心又恐怖 不知不觉啊 这种潜意识里面 他就讲出他心中花毛 那种恐怖 那花毛 而且又生在花肋 精神不定 就是没办法安定下来 整个精神 内心的精神不定 他想到自己呢 这个参考税讲 我自己从那个东北 来到这个北京 将近1500公里 说 他说里七八外八 里就三海关了 一共七 七百公里 外八 一共一千五百多公里 从东北 然后来到这个津连市 而且经过寒暄之后 送他到疗坊里面 内心呢 心里有 他讲到 心好像掉到坑里面去 心中 就是类似内心中不安定 内心很煩悶 那种精神不安的那种情形 他想到 怎么办呢 他想 我是不是要明天就离开了 又想到 我怎么出家呢 这时候怎样呢 他想到了 他身上带着什么 普贤恨品 为什么他身上带着普贤恨品 他有讲到 因为那时候在东北的时候 他有请一位密教的喇嘛 来为他父亲祝念的时候 因为那父亲 他的父亲 准备要往生的时候 就请那个喇嘛 来他家祝念 然后他有请教说 如果说我们学习佛法 想要读诵经典的话 要读哪一部经呢 这位喇嘛想一想说 你就念 想一想后 就跟他跟这个唱功书开始 因为唱功书那时候还没开 没出家说 你就读诵普贤恨品 就这样来了 所以他说唱功书呢 从东北到这个北京的近年事的时候呢 就带着什么 普贤恨品 这时候想到 诶 我带着普贤恨品 这时候呢 就把他拿出来 这时候他 以结成禁禁的心 把他朗诵一遍 朗完诵后 诶 刚才那种内心那种花毛的刑警都没有了 那种要掉入坑里面的感触 都言小于善的 就这样 一扫空 所以这时候呢 那就心安理得 就住了下来 住了 可以住下去 住了一个月 两个月还是三个月 甚至住了半年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在这里面呢 所以他讲到说 就在那边度了这段时间 你就把出家的基础 就是 学好了 是这样 所以这是第一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普贤恨品 是末大的PE 对我们消除业障有末大的作用 是这样 内心呢 这是这个唱功师的开始 他为什么提倡这个要背诵普贤恨品呢 那时候在民国87年的时候 在放门上的时候呢 他就跟大家开始 晚上的时候 任何人 会在 就是对我们年龄式 年龄式的人跟蒋 他讲的是吧 任何一个人会避诵普贤恨品的话 我就给一万块 就唱功师的开始就这样 可见呢 这部品呢 这部经很重要 只要讲第二个例子呢 为什么他修写的纲要呢 为什么要就是他有 有末大的功用 我第一个例子就是 孟昌长老 对不对 孟昌长老大概 这就是大陆一个非常有名的大法师 这个大法师呢 他曾经来到台湾去 来到台湾哪 就1992年 就民国81年的时候 民国81年就是1992年的时候呢 曾经去联律师的在义协会 唱功师特别请他来这边开示佛法 这孟昌长老呢 讲到他的一些经历啊 他15岁就出家了 15岁就出家了 16岁就受戒了 你知道吗 16岁就受戒了 所以他怎样呢 因为就是因为那时候的小孩子啊 年轻嘛 青少年 什么都不懂 就出家了 也去受戒了 所以他呢 因为他常常做梦 就是梦昌渣 他梦到来 就是人家 他就到了什么 福建古山永泉寺 去见了什么 池州大师 因为池州大师 刚好那边也是设立个佛法 想要去学学佛法 这个池州大师就问他说 你怎么受戒的呢 他说 因为那边有戒旗 有传戒有去受戒 说他什么懂不懂啊 对那个出家的礼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会 刚才你看 16岁而已 你看16岁就出受戒了 然后这时候 因为池州大师看他 因为经过几天的观察 池州大师 就跟他讲 你连佛学的小学程度 都没有 没有资格来参加佛学院 就是说你要把他签单了 但是呢 这个任昌长老 那个小孩子 16岁而已 就是给他苦苦的要求 就是 就故意要求说 现在能够来 参与佛学院 学习佛法 甚至什么都不懂啊 就是他 其实 因为他都什么都不懂 小学没毕业喔 他小学没毕业 都不认识什么字 字 武堂 怎么样 他说 好吧 池州大师就很痴悲 当他旁听生 旁听生 而且呢 池州大师就问他 武堂功课会不会 都不会 什么武堂功课 所以我们要今天的 ust 找课 藻拆武哉 藻拆武哉 沒畢業 不認識字 就是他跟誰啊 跟那個上次我們也講過那個故事就是那個 那位大法師就是磁力大法師 對不對 賽納法師那個就一樣 這兩位共同點就是不認識字 就是連小學都沒畢業知道嗎 不認識字 所以舞堂功課也不會 這舞堂功課不會 那個磁力大法師一樣 舞堂功課都不會 對 但是你看 他在那邊就住了半年了 你看勉強住了半年 你看 住了半年 你看他說 他講了 這個磁力大師講課完全聽不懂 然後自己唸也唸不會 都不會啦 所以有些同學問他說 你來這兒幹什麼的 來這邊 來這個佛學都有做什麼的 其實他也知道 我來佛學院就學習佛法 他問我這個 因為有些同學都績笑他 這時候因為住了半年了 他覺得 什麼都聽不懂 什麼都聽不懂 因為他 程度很差 佛學 國學 國學的程度差 對不對 小學生 小學都沒畢業 自認不多 這時候呢 因為想要離開了 我在那邊 因為人就這樣 你也有阻礙 心就覺得有障礙了 就想跟 啊就跟磁頭大師告假 我想離開了 我怎麼 我覺得 就是沒有什麼 都沒有學到什麼東西啊 知道嗎 在那裡住了半年 然後他又請教這個程度大師 因為喔 大師有什麼方法呢 讓我能夠 待在這裡 不然我的 有什麼方法讓我能夠持續待在這裡 不然我就要離開了啦 這個程度大師就講了 用他一次 兩點 第一點 你要修一些苦恨 就說你用這個射身 來要為三寶做事 要用供佛 第一個要藍身 藍身啦 就藍你那個手臂 手指來供養諸佛 他點的是點那 意思類似在那手臂 用手臂來供佛 但是點的就是 這樣 第二點呢 晚上 他講的 白跟白話文言 如果人家睡覺的時候 你不要睡覺 你要怎樣 起來拜佛 拜什麼 拜普行菩薩 然後要怎樣 要念誦 普行賀運平 但是呢 他念不來 他怎麼樣念不來 他不認識字 看不懂啦 他沒有辦法念 知道嗎 他沒有辦法念 因為不認識字啊 所以 十二大師要請人 來教他 如而 念 念什麼 普行賀運平 都不能認識字的 你看 一字一句 一字一句 慢慢教他 慢慢就廢了 就是佛法不可思議 就普行賀運不可思議 是經過五個月的時間 經過五個月的時間 晚上不睡覺 睡覺就要起來拜佛 你先拜佛 拜完佛 拜普行賀運平 拜普行菩薩 接著念 普行賀運平 就這樣 然後是這樣 天天就這樣 經過五個月的時間 他聽懂什麼 斯多大師 所講的法 他聽懂的 接著 因為 因為 陳佛大師他們的佛學員 他有互講 什麼叫互講 就是 陳佛大師早上講完後 經過 戳籤後 因為那時候有 三四十位的 學生 經過戳籤 你中午就要復講 下午就要復講 因為他 陳佛差 沒有名字在 沒有他 他那個 抽籤的那個 沒有他的名字 他就跟那個 斯多大師講說 那我想 他覺得自己 聽懂懂 自己可能 可能講了 就跟斯多大師講 我是不是 可以把我名字 寫在簽上 我想 也現在參加 副講 說 你不用寫了 你今天下午 今天早上講完後 你今天下午就這樣 你副講 就這樣 那副講完後 他也等講了 就說 莎師也沒有說 他講得好 或不好 沒講 接著 陳佛大師 有一次要去佛系 就帶他去 陳佛大師 就把這個 歐彌陀佛的大意 講完後 就是 等於下午 叫他再 互講給大家聽 他就會講了 就這樣 說那時候 20歲 20歲就開始講 講經說法 從那時候就講經說法 他為什麼說 他講的 因為經過 晚上的 拜普行菩薩 而又 讀送這個 普行 恨名之故 慢慢 這個業障消除了 征服費了 就這樣 讓他能夠認識智能 聽懂 聽懂 從他所有的法 也能夠 講經說法 20歲就講經說法了 就是這樣 這孟參章老是這樣 這故事 真的 是這樣 故事 這個故事大概就這樣 所以一個 你看 他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 那個 沙納瓦斯有一個類似 兩位大師都是 不認識字 就是小學生 就是沒有那個 武堂功課都不會 慢慢經過 這樣不斷勳許佛法 趕緊到教了 因為你這個 課文來就是修德 課文來修德 拜佛 念普恩品就是修德 慢慢的 就把本有的信德 本有的智慧功德 就顯示出來了 所以他能夠 以後能夠講經說法 是這樣 所以普行恩品 這部分 也是很重要 是這樣 是就 是修學花園經的綱要 是這樣 我們請大家看一下第五頁 就是上次復表 聖復表第五頁 就是說 這 孫美念一些 上次我們念過再念一遍好了 第五頁 第二行一起念 第五頁第二行一起念 三是 一切 諸如來 罪聖菩提 諸恨業 我皆供養也滿修 以普行恩 勿菩提 這個祭頌只要看最後一季就好了 以普行恩勿菩提 普行恩 就什麼 普行恩勿菩提 當你修起普行恩勿菩提 或是送普行恩勿菩提的時候 藉由修德 悟 把悟就是開閒 無上菩提就開閒出來 普行恩勿菩提 無上菩提 菩提有三種 第一個是 聖魂菩提 聖魂菩提心 言結菩提心 還有無上菩提 無上菩提就開閒出來 所以就修德 把本有菩提心 甲二賢提 甲二賢提 法界 今天這麼講呢 因為他是佛安宗 佛安宗叫一陣法界 那佛安宗 天來宗叫什麼 諸法十相 禪宗叫什麼 本來妹木 一陣法界 那如果今天講到 淨土中 自信迷頭回提 自信迷頭回提 是這樣講 那這裡面 這就 這個時候 大概你要了解 為什麼這個閒體很重要 你知道嗎 閒體很重要 大家請大家看 看要進哪裡 上副表第五頁 上副表第五頁 為什麼要閒體變體 為什麼要閒體變體 第五頁我們看一下 就是哪裡啊 第五頁 第五頁一起唸 目的 要顯示 一題啟用的含義 這很重要 為什麼一題啟用含義 為什麼呢 我們先看一下 看 唱公司的開示 這一共有 我念倒數第六頁一起唸 唸到最後一頁 解釋 解釋 人緣經的祖師 依什麼題來解釋 我們依什麼來拜佛 我念佛 乃至研究 人緣經 都依這個題啟用 如觀音菩薩 大敘迫菩薩 也是依體啟用 在 阿彌陀佛的兩邊 入化眾生 因此 閒體很重要 又例如我們要是 處處為人 能夠依止 清盡保安 不生不昧 不爭不解的 這個題啟用 那都是 慈悲其捨 禪了我盡 自利利他的 這段話當然是很重要 是這樣 那 那我 就是跟大家 這比較白話很多 了解一下 那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倒數第2行 再一題唸 相對的 我們的題要是 被無名所覆障 被陳過所埋沒 只是一題所起的用 都是錯誤的 以至於一生錯誤到最後 後悔已經完了 是故選題很重要 你想想看 為什麼被無名所覆障 就是我們 沒有 就是 內心的觀察菩樂 沒有信仁之故 今天我們為什麼要 選題就是很重要 就是說今天 比如說好了 這個題非常重要 我先講 把這個題 再講一下 就是人人本去 各個部有自信密統 我們講到 我們 我想我們學習過這個 無量壽經對不對 無量壽經 講到這個 法障大師 就是法 他在 還沒出家也是什麼 國王 對不對 一國國王 就是皇帝一樣 對不對 他那個顯現的那個相貌是什麼 詮釋不可思議 但是 他聽了 四字的王佛的開示後 觸動他數十三根 出家了 成為這個 法障比丘 對不對 法障比丘 其休皆定位 喜滅貪能吃 然後以大悲心 大悲心 他觸動過就是 經過 那個 也是因為 以這個 世家王的開示 為真上言 那經過五年的時間 五年的時定休止了 然後 掛出了 極樂世界的藍土 就是四八宴 你看 這四半 下貌都一樣 從國王 到出家 那種 大悲心 因地的羞恥 最後呢 經過無量解的 激功雷德 延滿了無上普敵 成就什麼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什麼相貌 三色相 他隨心好 然後 我們說 在這個 一般帳戶記 裡面講 相好 光明舞蹈人 白好 完總文虛迷 嘎目 陳辛斯大海 對不對 你看 這個法杖比丘 他是出家相 在國王的時候 世間的那種 詮釋 乃至到 成佛的時候 相貌 成佛是三色相 八宴心好 那完全不同的相貌 對不對 不同啊 從國王 比丘 成佛 相貌都不一樣 但是他們呢 他的體系 他們這三者的體系都呢 都什麼 自行彌陀 都是正如 都什麼 一真法界 是這樣啦 所以這個體系 它什麼 不會隨時空 而有所改變的 是這樣 那這裡面呢 我會只要先提 就是說呢 因為這裡面呢 就是說今天啊 我要依體取用 用來造體 因為上次我們講過 這個在大聖啟信論 這一切諸佛 他知所能口是依體取用 用來造體 而成佛了 乃至菩薩呢 在印第的時候 也是依體用 用來造體 而成就 無上菩提的 都是這樣 所以今天呢 會要閒體就是這樣 因為你 為什麼要閒體 等一下我們知道 譬如說好了 我剛才舉個例子 我等一下再講一下 上次我講過那個 誰啊 這個 洞山禪師 去見心平好上的故事 對不對 記得嗎 洞山禪師 去見心平好上的故事 聽了 記得嗎 對不對 你看 這個 洞山 洞山禪師 去見心平好上的時候 這個心平好上說 莫里老朽 對不對 不要禮拜我這個 幼老幼朽壞 無常敗壞的身 但是 這誰啊 洞山禪師 李飛老朽 我禮拜不是 我禮拜的不是你那個 幼老幼朽壞 無常敗壞的身 我是禮拜你那個什麼 不生妹的佛性 對不對 我今天閒體就是要 我今天會 我是 一體修 我拜的是你那天不生妹的佛性 我是一體修用 用來造體 這個閒體就是這樣 他本身也是一體修用 是這樣 同樣也是這個道理 今天啊 一體修用來造體 這先體很重要 為什麼呢 記得我以前是講過這個故事 就是哪個故事 這個龍坦禪師 龍坦禪師 龍坦禪師他曾經 他就是怎樣呢 他出家後 跟著那個 道務禪師出家了 在那邊經過 好像聽家說三三四年的時間 每天砍柴燒飯 進地址的本分 胡適這位他的師父就是 道務禪師 幾天來就三天來啊 都沒有 得到這個 道務禪師的開示 是指典 指典 這個 這個重運禪師呢 龍坦禪師就覺得 似乎都沒有開示 就想要離開了想要去到 別的地方 倉返了 所以他就講說 師父啊 我跟隨你出家以來 已經三年了 都沒有得到師父的開示 佛法的開示 都沒有傳授我 禪法的心要 禪法的心要是本來 都沒有如果 如果物證到 本來內幕呢 如果物到這個體呢 你都沒講啊 如果物證到 物證就是顯體的意思 物證到 不順便的 你的佛性 都沒有啊 這個道務 道務禪師聽完後呢 從 從你來到我這邊後 我沒有一天 不傳授你 佛法的心要 這個 這個 龍坦重慶禪師說 弟子一昧啊 不曉得 師父你什麼時候 把那個 佛法的禪師給我呢 這個道務禪師就講了 你奉茶給我的時候 我就接受 然後你段話來 我也用患了 你跟我頂你 我也頂頭了 這不是佛法的心要嗎 這時候呢 龍坦重慶禪師 能不明白這個道理 低頭思維啊 這個道務禪師就 是確實 他善師師就講 若是見性的話 當下就是 你在思維 認為心思或口意的話 就只有差 就是 就錯誤了 就錯失了佛性 這時候呢 當他講話 這時候 重慶禪師 這時候呢 忽然 霍然開悟了 是這樣 法也充滿了 就這樣 因為真的呢 開悟不是 不能心思口欲的 是這樣 就這樣 那就是說 今天講的這個慘就在 平常 就所謂 平常心思道 是這樣 今天看這個故事就是說 就像你用 奉茶來 我就喝茶 你斷換來 我用換了 就是 意思說 進來 一切是唯心所限的境界 就像呢 我們正年新 譬如說 這個道武禪師呢 就是說你 他對他的弟子 拿茶來的時候 就進中巷 你把茶 我用完後 用完後 意思說 禁界來的時候 我就印 禁離開的話 我無所住 不住啊 就這樣 就意思在這裡 就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就是禁中的含義 就是 佛法的心跳就這裡 我依體其用 用我接受你的 用完造體 同時 無所 有點跟什麼 我空 無法空的這種相應 無所住 是這樣 這個意思在這裡 所以這個閒體也是有這個含義 接著我們看一下 這個閒體就是這個意思 今天我們在學習這部 普學漢語品的時候也是 依體其用 依這個 佛生妹的佛性 來開始 來學習這部經 對不對 這體很重要 為什麼重要呢 等一下我們提到李竸主我就知道了 因為近代我先講一下好了 比如說好了 你怎麼知道佛性呢 比如說 這個在菩薩戒本 放進菩薩戒本裡面 有一個寄送 他怎麼說呢 大眾心地性 辱世當成佛 我虛以成佛 常作如實性 借品以借足 對不對 這是 是報生佛開示的佛法 報生佛 不用 也是跟 歐維托一樣 不問自說 大眾心地性 大眾心地性 各位比丘比丘尼 歐維托是歐維托 你們要切實的相信 你是當成佛 你們將會成佛的 為什麼 我自己成佛 我已經成佛了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都有佛性 你們都有佛性 所以一定會成佛的 佛性什麼 就是體的意思 說常作如意性 常作如意性 常常 相信你一定會成佛 相信你是有佛性的人 所以你要誤解這個佛性 常作如意性 你就記住了什麼 實眾事發境界的 為什麼 你想想看 以自身來講 你是有個佛性的人 我怎麼可以 照作 殺到另外的事情 對不對 這個體 要受意義體起用 就是弦體的很重要在這裡 同樣大理 我對所原的境界 這些地上的媽姨 乃至天上的飛鳥 都是未來佛 我們對這位 未來佛羅眾生 我怎麼可以對他們 造作 殺到淫萬的 的那個事情就這樣 就這裡這個體 就是你要常常跟 說弦體是這個目的在這裡 這是跟我們修學法很重要 一體修用 用來造體 是這樣 弦體 接著我們看 明宗 請大家看一下 第四頁 就講表第四頁 明宗 這樣一起唸 這個明宗就是明白 懂得 這宗什麼 修行的綱要 中修修行的綱要 很簡單 修行的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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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明白 修行中止 因為你有提 講個提 你知道本來面目 常常要本來面目 剛剛講的 法眼中的一生法界 天然中的一蘇瓦石像 這個大理生人了解 但是他還要靠 修德 這個中就靠 明白 修行的中止 修行的綱要 就是修德 你要藉由修德 看信德 對不對 你不然 你沒有修德 你先提 是這樣 沒有要 把你所學的 所知道的 護自己行動 所以明宗不要誰能夠一提其用 是這樣 為什麼 這用 你一提其用用 修德 修德 以十大宴晚倒歸極樂為中 為中職 上司委員 也講過了 這個在普學院評 這個十大宴晚倒歸極樂為中職 就這樣 是中為中職 而且每一個恨宴 就是每一個恨宴 就是 這個 從你驚諸我 到普絕為醬 徐風皆盡 眾生皆盡 夜盡中華盡 我此 你驚諸我乃至普絕為醬是 為我窮景的 就是那種恨宴力 就像地上菩薩有那種宴力一樣 無非稱信之修德也 都是稱信 稱信的修德 那這段話呢 就是瞭解到 請看 請大家看一下 看到今天復表 上復表第六頁 倒數 第六頁第六頁 上復表 上復表第六頁 第六頁最後一頁 第二頁 一起唸一下 就說 中者去也 乃修行之規去 前賢體 顯離信 雞明中 明理修 信德在禪 非修浮賢 故賢體之后 西明中 忠者要也 乃修行之要盡 都無要盡 何以達實將之意 我此不賢 舒適恨 無邊勝負皆為相 不願成立諸眾生 是亡無量光佛薩 這段話呢 就明中了 就是為什麼要講明中 這個中 明白 瞭懂得 修行的概念 修行的規去 規去就是你 規去 這個規去就是你 規向的目標 去可以叫規向的目標 規向目標 修行的規向目標 中職 就是你修行的中職 一樣 修行的中職 為什麼 就是今天 我今天會影響漢 我今天來 研究之普其善秉 乃自我 拜佛 意佛 念佛 目標是什麼 就是往生極德世界 就是你要修行的要職 目標就是規去 那他講了 前面是賢體 顯離信 就顯認 正如日信 要先提 要顯得正信 有時候便離 明明中要明明修 明白 懂得 好如果修辭 但是信得在什麼就是 再產生 產生煩惱 所以信德在眾生 因為信德在眾生的煩惱中 你沒有透過修辭 沒辦法顯示出來 就是 這個我們以前見過 每個人都有一個 如意寶珠 這如意寶珠要什麼就有什麼 但是 他被什麼 我執法執的稱酷 蓋付出 就信德再產的意思 所以非修佛形沒有藉由修得沒辦法顯示出來 是這樣 雖然有無量 你有 比如說我上次我們講過 這觀世音法大悲 普賢法大恨 文書法大志 都是從信德流出來的 但是我們被什麼 我執法族 法則的成功告知 所以今天要開始修德 把它開始出來 是這樣 顧先禮之後 必須明宗 因為你有時候你知道 這個會成明宗 雖然你理解的 體性 體很重要 政治性 無量功德 但是你要 呼之行動 行動就是修德 知道嗎 要藉由修德 不然的話 就是講得非常好 這個信德裡面有大悲大志大恩 但你都沒有做出來 所以民眾需要這樣 說明 修辭的綱要 休閒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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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途徑 重要的途徑就是 休閒的重要關鍵 捷徑 那沒有藥境 沒有這個休閒的 漏無藥境 就沒有這個 休閒的鋼藥 捷徑的話 那怎麼達到 能夠讓 達到十項的領域呢 就如果你怎麼能夠 開閒出我十項呢 這個意思在這裡 所以 然後最後 第四場是祭壽 我儲普賢蘇酸 就是我這個普賢十大念碗 我今天休止 這我什麼 這個我是指什麼 任何一位 修邪普賢 恨念十大念的行者 這我不是只有普賢菩薩而已 任何一位 修邪普賢菩薩的行者 我只普賢 就是我修持普賢 我修持這個普賢 是蘇晨慧成蘇晨的行詞 因為菩薩 我只普賢就是 他修持什麼 普賢十大念 這種蘇晨的行詞 而且是不知 燃力無盡 行詞無盡 行詞是無盡斷的 燃力相信無盡斷 勝利一頁無盡 而且呢 具有無邊蘇晨的福利 無邊聖武就有一下 說他這裡呢 他無邊就因為他這普賢十大念 就無邊的蘇晨的福報 還是智慧都有 這福慧也是福樂 無邊蘇晨的福慧 所以我希望回向給九法一眾生 普賢這些成立在朱聰聖 成立朱聰聖大事 這朱聰聖大事 就是九法一界中 成立在什麼 昏斷生死的苦海中 還在變異生死苦海中的九法一眾生 就是表現大悲心 因為我們是眾生之一 對不對 普賢這個九法一眾生 成立在生死苦海中 這個昏斷生死 變異生死的眾生 能夠速往光共煞 就是能夠 快速的往生極了世界 無量光佛煞無量光是阿彌陀佛 佛世界 差就差度 他教化的世界 教化的世界就是佛世界 就希望大家能夠同生極 意思喔 簡單講什麼 同生極了 這個共爭補體的意思 就這樣 這段話就是說 一定要明宗 那就是你要修學什麼 普賢斯大恨宴 結果普修普賢斯大恨宴 這個修德 漢性德 就是我們說 廉詩大事說 脫比沒道 嫌我之心 就是脫比 斯大恨宴 脫比斯大恨宴 嫌我之心的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也是這個意思 那明宗後呢 那什麼呢 論用 這用什麼論用呢 論用就是要 說明 他的功 他的這個用就是沒這種 功德利益 對不對 你想想看 你今天我們來研究佛法 乃是什麼 拜佛 義佛 念佛 一定有什麼 談到法義 佛法的利益 這用就是 佛法的利益 法義 功用 得用 對不對 不然的話 你今天 花了時間 精神 體力 來學習佛法 一定要得到法 法隆法利益 對不對 這部他的用 他的功用 他的利益在哪裡 我們一起 第四 論用一起念 以拔眾生苦 以諸佛樂為得用 然後 這是表現的 他這裡面 拔除眾生苦 也是 其實我們要知道 我們也是 終生之一 知道嗎 我也是 終生之一 大家都是 終生之一 對不對 這個拔 九懷 眾生的苦 奈什麼 拔除 一定讓他 開嫌智慧之故 我們知道 為什麼苦 這個流軟生枝之苦 混亂生枝之苦 對不對 來自便宜生枝 都是 奈什麼拔除他 就是因為 開嫌智慧之故 對不對 我們上次也講過了 不是講過 這偶遇大事的開示 這不是我的 偶遇大事講不講 明十萬 暗十無明 明 不照暗 暗不破明 那個意思 你要體會到 你為什麼 就是因為 不只我開嫌智慧的 眾生也開嫌智慧的 對不對 我今天 這個就是說 我今天 就是說你這個 這部經 當你授辭 普行善罕願的時候 就有這種功用 讓你呢 不只能夠有智慧 就能夠 慢慢和什麼 不申請 起貨造業了 你想為什麼 我說 我們說 也苦其惡地 對不對 苦地是世間的國 對不對 基地什麼 世間的因 世間的因就是基地 世間的因是什麼 起貨造業 為什麼你起貨起貨造業 不知道眼前的境界是嗎 是為師所變的 為心所信的境界 是業意所感境界 你都不清楚 這當然你學佛慢慢的 透過這不經的心慈 因為這個修德 能夠看一性德 慢慢有智慧 不然是起貨造業 一起貨造業就感到 流轉生思苦 精神的八股 所以當你有這個智慧觀造的時候 極地 就不會顯現出來的 就換句話說 煩惱的黑暗 就不會顯現出來的 是因為有道地智慧 說八字是因為你有這個名 念念是觀造波羅線前 是這樣 所以這樣 不會顯現出來 沒有苦 然後與諸佛 與諸佛樂為得用 這諸佛有什麼意思呢 所謂的 慢慢得到 從法喜 法樂到內版吉吉樂 普利皆法樂 內版吉吉樂 普利皆法樂 為得用 這個得用是因為修德 而開顯 信德的功用 因為修德的受 修什麼修德 普賢斯大漢業的修德 就這個修德的受辭 之故 能夠開顯 信德的 功用 是這樣 得用是這樣 這樣 所以你看 等一下我們要解到 禮盡諸佛就好了 夜拜 比如說我們要拜佛 夜拜什麼 夜拜什麼 本來是粗重的身體 夜拜什麼 夜拜也情安 乃至呢 慢慢 開啟本有的智慧 當你感應到覺的時候 就不可思議 是這樣 你看看 我舉個例子嗎 你看 幹嘛唱公司這樣 你結成經濟心 朗誦一遍 內心的那種煩悶 發毛的心態 瘋狂 那個不安的心態 煙音效暈散的 就是這個就修慢慢的這個 把本有的智慧選出來的是這樣 其實我們知道嗎 我們起 起心動的那種威脅的知道嗎 那你有時候為什麼你會心不安 花毛 煩躁就是因為你 就是內心 因為第八是 種子極限行 你根本沒辦法 沒辦法絕照的 很難絕照 有時候起 但是呢 你要平常 常常 循許佛法 知道一切 不管怎樣 不論順境 順境界 逆境界都是 為心所限 為師所變的境界 所以才能夠 都靜重相一樣 所以要一體形容很重要這樣 一體很重要這樣 所以這以出佛樂為得用 現在論用 請大家看到 看到那個 上次復表第六頁 就是第幾項 第六項一起唸一下 往昔有無智慧力 所造極餓無間 宋詞 普行待完 一念 術極 皆消滅 這個 我們上次也 以前也講過了 往昔就是過去生 你沒學佛的時候 就是沒有這個 就是沒有那個 這個智慧力就是沒辦法 減肥是非曲直 就像世界人 你看這怎麼講 這個 這些 這些什麼 雞鴨 雞肉 鴨肉 是人間一道菜 本來就要給我們吃的 這個雞鴨豬肉 都是 他 他就是 認為 本來就要應該吃的東西 對不對 他就是 平常沒有這種 因言所生法 因果的觀念 就這樣 所以你沒有這種 沒有智慧的抉擇力 判斷力 雞鴨豬肉 就是沒有 就被舉合成了 他連那個業力所感 為心所限 那個 觀照力都沒有 所以 雞鴨豬肉 照做什麼 極無間 無虐罪 就是 殺戶殺母 殺奧羅漢 錯身邪 還是破賀身 無文件 照極無間 還是遭到 那個殺到隱患的事情 對不對 因為你沒學佛的時候 都會難免 上次我講過那個故事 因為出家禮仲 對不對 比丘尼也是這樣 對不對 他到連一室 就是 上上身 等一下 沒學佛 今天殺得不危 也是那個意思 就像我們 過幾生 沒學佛 難免會 照做我逆罪 就這樣 但是 雖然照做了這個 起貨造業 但是 受此補行 大概會這樣 這是以道地來講 道地的時候 智慧官民的時候 智慧官民顯現出來的時候 那環繞黑暗 一念宿吉 接下面 就是這一念 宋 這一念 這個 智慧 一念就代表智慧官民 這時候讓那個 宿吉教育 宿吉馬上 這個吉利就不會起貨造業了 就是 雖然有這個種子 你種子就不容易起現行 代表是 所以今天呢 常常這樣 不斷地循許佛法 不斷地要 文思修 要不斷地念念 求佛呼喚加倍 譬如說念佛會好 义佛會念佛 义文之後起觀了 但重點要以一體取用 一本來無異的心 升起觀照波羅是這樣 那一念宿吉教育就是 這個道地 道地一念的普行 當然有沒有道地啊 這時候 這極地 煩惱黑暗就不會升起來 所以 消滅 消滅是說 讓這個 過犧牲所造的煩惱的種子 不會起現行的意思在這裡 消滅是 消滅是 說就 斷煩惱 煩惱不會 斷掉 只說讓這個 煩惱的種子不起現行的意思在這裡 論用講過 接下來我們看 就大家了解 這個我們看一下 看叛教 叛教這一行一起練一下 這個第四頁 講法第四頁一起練 以言頓大聖 滴乳衛為教項 以言頓大聖 這個言頓 什麼叫言頓 就是大聖 世心是否 世心做否 世心是否 比較容易了解 心做心事 心做心事 叫言頓 我們說上次也在這個 《歐彌陀經》要解什麼 一念相一念生 一念相一念生 因果同詞的意思 不可思議 因果同詞就不可思議 我今天念這句名號 就是 就是我一大師手說 子經 信念馳名 連樂光榮 經他隱憲 便非娑婆 戒念而已 記得嗎 歐彌陀要解這句話對不對 子經信念之明 便非娑婆 戒念而已 就是說你當下念真理話 當下就不是娑婆世界的人 不可思議 因為當下你這個種子就是 極樂世界的人 是這樣 然後你看 就嚴陀陀佛法 我們就一念相一一念生 一念相一念生 那嚴陀大聖 這個大聖是因為 就是說你這個是 大聖佛法 不是小聖佛法 因為胖教是胖北這個教相 說這部經 它屬於是大聖佛 是小聖佛 大聖佛 什麼大聖佛 這個聖是一種 比喻 就說它是 就像車子一樣 類似像車子一樣 能夠載起來 無量我變成終身 是這樣 能夠載 讓我們從這個 生死的遺暗 到達內盤彼岸 是這樣 就大聖的意思 地獄魯為為教相 那是一根基 天台中的 天台中的叛教 因為他天台中 他們有 要了解到 因為天台中有 講了五十八教 說五十 是 佛安寺 阿漢寺 方等寺 波羅寺 法法內蠻寺 這五十 因為佛陀 最先講法安經的 接著 為此事件 因為眾生 有時候沒辦法接受 那種沿路法門 就不得不 先說全教法門 先叫阿漢寺 阿漢寺 接著像方等寺 釋教並說 葬通別人釋教並說 那第一次有的人聽 他張通別人 只是說這個沒關係 這個就了解一下 然後就翻等寺 接著要 波羅寺 慢慢 就洗滴眾生的 我執法執 慢慢 一眼稱手說 波羅寺要講 佛阿金 以及內蠻金 佛阿內蠻石 這樣來的 那這段話呢 我們看一下 看今天復表 那上次復表第六頁 了解一下 判教 這 一共四行一起念 就是第六頁倒數第四行一起念 此經以五十宗 是第一時 如日出吃 先兆大高三丸 以五位中 即是鲁位 大清雲 譬如 從牛吃鲁 從鲁出落 從鲁出生酥 從生酥出熟 從熟酥出提腐 以辟如來 五十宗瓦次第 由 遇佛 無畏遇教也 以法以 屬頓教 以法法 皆免別教 正名言教 故以嚴陸大聖 第一儒為 唯一教相 這個 再來這個是 地賢大師的 開示 說這部經在五十宗第一時 就花音時 如太陽 太陽 剛出來的時候 先照 大高山 先照這些 根基地 法生大師 其實因為 這法院基 主要射受 那種 大聖根基 就用法生大師一樣 法生大師的那種 剛剛 講了一些 快速成佛的方法 先照大高山 先照 然後先高山 還在 丘陵 就是平地 是這樣 漸漸的 是在高山 是這樣 所以說 輪位 因為輪位剛才講過 扭代表什麼 就是代表 佛 因為佛 先講 先講 次第性 先努 大鞠 這個大玻利 就是大玻利 career 岸軍 大玻利 carbam 樹 大鞠 史来说明了释迦摩尼佛说法的次第 释迦摩尼佛49年 讲经300一位就用约58教来解释他是这样 那这里面就了解了佛 那什么化仪释教 化仪就是教化众生的意思 里面有释教就是化仪释教 化仪释教是什么? 顿见咪尾尼 顿是直接说什么? 成佛的法门就这样 就类似坐电梯一样 马上直到 比如说你坐电梯直到顶上 比如说一零一道楼一样 那见咬呢?刺力性的 慢慢的先走到第一楼 用九楼梯走到二楼 再走到三楼 慢慢见识有见识性的 是顿见并不定的 是有这个刺威 那化法是教化众生的 教化众生的方法 教化众生的方法 他就帐通悲仪释教 帐通悲仪释教 这里面是监明悲教 正名焉教 悲仪释教 悲仪释教就是一种 因为有次第 就是说今天 虽然是法院经是 炎路法门 但是主要是正名焉教 焉教是佛罗本白 就是刚才有讲过 一念相应一念生 一念相应一念生 因果同始人业 那悲仪释教说 悲仪释教什么意思呢 悲仪释教 悲仪释教 虽然 法院上 是大生根基的行政 但是有些人 有些 有些 没办法直接 受 没办法受持这种炎路法门 就佛罗仪释教 你先修空观好了 修什么 修假观 接着修什么 中观 次第性的 先空观 假观 中观 就是这样 赤地 修持 那你讲焉教 一心三观 有时候有的人 他没办法融入 所以他慢慢 所以皆明别教是这个意思 主要是正名焉教 当下 一念相应一念佛 一念相应一念佛 那有时候没办法接受 就慢慢从 空观 假观中观 次第性 所以所门别教是这样 这有没有 这炎路大圣呢 就是 大家了解到 这个是叛教 一个寒语 就这样 那这也就是 我们从这里面就了解到 这布巾 他是 以普行商业 为休闲的纲要 布巾要看引信德 把朋友的清晰心看引出来 是这样 以提供用爱造体 那休闲纲要 你先看一下 先要看一下 今天讲表 讲表 我们看讲表 回到讲表第四页 我们今天呢 你看看 这普行商业平 也虽然是 不很长 你看 倡库司 他说你看 那时候呢 在民国87年的时候 跟我们讲 会背诵的人 给一万块 你看 我也背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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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倡库司 哪里背过了 因为我会怎么背 因为倡库司这么开示 我就知道 很重要 一万块 虽然这里出家人 不是很多 但是他一种鼓励 奖金 就类似奖金一样 对不对 那你为了这个 哇 真的是慢慢 切实 有莫大的比喻 在修学上 生活上 有莫大的比喻 那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要讲修学纲要呢 这样 因为经文是很多 但是有时候 从这个纲要里面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拿 比较容易拿 知道吗 重点拿比较拿 我们看一下 修学十大念完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就是 第一次念 倒数第一次念 一则 离敬诸我 深夜清静 敬一夜清静 就是代表离敬诸我 第一念 就是 就是数十人叫拜佛 就是离敬诸我的意思 但这里面 参考诗 离敬诸我 深夜清静 为什么呢 因为一夜清静之故 你知道吗 我们知道 深口二夜 都是什么设法 知道吗 来看 我们看一下 一夜清静 代表什么 内心 这个内心清静 知道吗 因为深口 这内心 来推动 都靠一夜 这个在 法记 精災 就是说 诸我 这个就是说 你这个深口的造作 都看哪 内心来推动的 因为深夜 口夜 都是设法 因为 心为业主 诸我 易造主 有时候 这个计划是说 一切法 的造作 靠正内心来推动出来的 所以心为业主 就是这个意思 那离敬诸我 这个离就是生礼拜 我敬就是代表一夜清静 代表我深清静的话 我心清静的话 我深口夜 就自然清静 对不对 你心不清静 你身口就不清静 是这样来的 那这里面 这个李敬诸佛 我先讲一下好了 一个要本人要这样 要具有理官 他有什么 世修 你看李敬诸佛 这个我先来聊个观念 干啥不叫贤体 所以说你今天诸佛 要了解到 什么叫理官 就是一种 观想的意思 我自己官慧 干啥不说 当心立信 努师当成佛 我自己称佛 常作为信 戒别一句主 这里面还有理官的含义 就这样 我今天 你体会到 众生都有佛性 对不对 你体会到众生有佛性 我今天我李敬诸佛 我对地上蚂蚁 还是天上蚂蚁 我为什么不造作 撒大淫外的事情 他们是未来佛 对不对 我理性就用李敬诸佛 我就是理官的意思 理官 理官的含义 但是呢 还要什么 世修 世修 为什么要世修 你知道理官 你有知道 就是说你今天只有 大家都有佛性 所以我内心 不造作杀的 之类 我内心很攻击他们 这还不够 他说世修 这个我们知道 六主婚人大师 他讲过一句话 很有名的法语 他说 就是无 就是 那个 这个是 我先讲一下好了 神修大师讲什么 神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师是清无事 悟食了尘埃 或莫食了尘埃 然后这个六主婚人大师看了 就讲 神啊 菩提本无数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无 何处了尘埃 对不对 但是了解到 这个 六主婚人大师 他讲的是这种理官 知道吗 本来就无一无 本来很亲近啊 对不对 大家都我们都有 大家都是平等的 都有佛性的 对不对 这是理官 你要有的 但是 还有什么 世修 对不对 虽然你是很亲近 但是 要实时勤佛世 悟食了尘埃 为什么 你是有欲的终身 你世修不行 理官就像 微心净土 对不对 自信秘陀 微心清净就好了 清净还不行 你清净是一种理官 你内心是清净的 你对一切都是平等看待 那是一种理官 对不对 当心立信 如是当称佛 我是以称佛 常做我论信 借禀祭 那是一种理官 但是你要这样 理性他算是事修 要当然 事修这样 会神要 我们要拜佛 义佛念佛 就是这样 一定要事修 是这样 理官和事修要同时进行 就这样来 所以你不能说 大家都平等 都清净的 就是把这里 还不够 那是理官而已 真的是这样 会什么 你看 事业里面 不是 联律师 你看很多联律师 都是身体健康的人 天天要拜什么 八十八佛 不只是联律师而已 这个义德士 这个什么 那个什么 敬律师 还有什么 他很多进去学会 还有什么 都有拜佛 拜佛 比如说你也是要做早晚课 礼金诸佛 对不对 都要做 这事修一定要做 是这样 要理官他的事修进行 是这样 那你说刚才 然后这时候我先讲 会才理性很重要 我讲一个故事 大家听看看好了 这佛罗时代 这个波斯利王 其实波斯利王 其实波斯利王 起了很多太太 譬如其中一个太太 叫莫利夫人 突然生了一个公主 叫什么 波瑟罗 分成金刚 波瑟罗就干 为什么呢 或者人家金刚 因为长得 柔帽丑陋 而且 皮乎粗糙 干涩 第三点 头发像 马一样 马的毛一样 就是 柔帽丑陋 皮乎粗糙 干涩 头发像 马的毛 那么生硬 一般马 像我们毛 软软 它是很生硬的马 这是业力所感的境界 业力所感的境界 知道吗 业力所感的境界 所以波斯利王 看到就不安息 为什么 有育的众生 就是这样 这时候 因为他唯恐 大家 不喜欢他的公主 就这样 不让他出宫 怕丢 怕丢脸 人就这样 虽然是 他是国王 他是环帝一样 他怕丢 还家的脸 渐渐的 这个波舍的公主 慢慢长大了 这波斯利王 就请大臣们 能够找到一位 也是位贵族的七年 就嫁到中的贵族七年 现在能够把那个公主 嫁给他 这波斯利王 他跟他们这些大臣们 为一个公主 因为其实波斯利王 有很多公主 不知道吗 因为他很多太太 我有一个 他就讲 那个公主 就是 找到 因为 那个 家到中的贵族七年的 他就 跟这个七年讲说 我的公主是长得很丑陋 能够嫁给你 如果你嫁 你能接受的话 我提供你的身佛 你的差户 不予匮乏 就这样 而且是你的官位 户马爷 就这样 建立了 因为建立了 那个 那个 公仔 就是很华力的 帆子给他们 里面是 这样 那就是这样 这个 所谓这个 这个 贵族七年 叫做中的贵族七年 他答应了 答应了 波斯利王的要求 把这公主取回去了 而且呢 他常常跟 这位 当了护马爷 就常常跟着 曹仲大臣 往来密切 因为大臣们 有时候会互相 设宴款待 那很奇怪的 就是每次呢 在宴会的时候 大臣们都是夫妻 一起参加 但是只有 护马爷 单独前晚 他的太太都没有一起去 久久之内 大臣们就开始 但是啊 产生疑惑 很奇怪 那么在私下 在猜测 这位 这个护马爷的 太的公主啊 假如不是美丽的话 就是很丑陋 为什么不敢带来 护那个宴会呢 就在有一次宴会中呢 大臣们就设计了 要把这个护马爷灌醉 然后取走那钥匙 打开门 到他家看一下 看这个公主 他的太太也长得怎么样呢 因为波舌尔啊 长年被关在什么 屋中里面 从 在 宫殿就是这样的 来自 嫁了 嫁了帐 那先生以后呢 也是宫殿 这时候呢 因为他有素食的三根 虽然内心很烦恼啊 对不对 都没有出去外面看一看 都没有 这时候呢 内心很烦恼 这时候呢 他先生有想常会心 他知道 这时候我就知道 我面貌丑陋 对不对 皮肤干燥 出色 而且 头发像 马的毛一样 那么粗 想到这时候呢 他就想到 不知道造什么恶业 才造感来 你看像这种人 不会厌天忧仁 不简单 一般人都厌天忧仁 意思说 我今天这个丑陋是什么 是我父母亲给我的 对不对 人家都这样 我今天长那么丑陋 什么 一想到父母亲 那都是你们 人就会厌天忧仁 但是那这位公主呢 有素食三根 他想到呢 佛的慈悲 想到这个 就不可能这样厉害 这今午就想到佛的慈悲 那我 三十下八水 你知道我 哇 内心常规 内心对秀 他内心你看 以慈悲心 自成的摇离 摇离 就是礼拜那 释迦摩尼佛 希望呢 佛陀能够慈悲 艾明他 能够为他开示佛法 这不简单 就是这位 这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你知道他的母亲什么 莫尼夫人 莫尼夫人 都平常有受 八万载戒 你知道吗 他每当那个载子的时候 如果说六载子 都说八万载戒 他有信佛 所以难免呢 他的女儿一定多多少少 为他才讲出佛法 所以他俗诗应该也是这样来的 我们说 那个 静默者黑 静者赐 母亲是信佛 他当然是信佛 是这样 所以这时候呢 他申请对佛的慈悲 他的专员下 申请常怀心 倡伟心 所以呢 以倡伟心来理佛 理释迦摩尼佛 所以呢 你也了解到 他是观想的 这不简单的 跟你讲 他在这个凡子里面 观想释迦摩尼佛 表示通过这个人有束三根 你能够 很观想释迦摩尼佛 虽然佛在那个 齐凡金色 他也能够观想佛陀 那个慈悲 他的善事这样 把他算认好这样 这时候呢 佛陀是 我们知道佛的法身上 骗一切住了 他知道 这位公主得度也成就了 所以佛陀满有神通力 马上现前 这时候佛陀看到了 这个是什么 佛陀就与神通力马上现前 待在他面前 这公主看到佛的相好 那么专严 约性幻影心 在不知不觉中 他丑陋相貌 立即消失 立即消灭掉 你看 而且显出那种 专严出色的相貌 是这样显出出来的 不可思议 所以当这个大成本 对不对 他不是把 那个 那个谁啊 那个 这位 这位他的先生 就 那个 护马爷 对不对 把他灌醉了 拿钥匙 到他们打开了门的时候 慢慢的开门的时候 诶 沉默后探视 诶 看到他的太太 就公主 诶 美肉天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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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仙 他讲 什么漂亮 又把门关起来了 偷偷的离去 把钥匙拿给他的先生 因为他先生在喝醉酒了 被他灌醉了 去看 诶 这时候呢 他先生回去以后 诶 诶 看到 诶 怎么变得漂亮了 这时候呢 他太太 就公主也跟他讲 就是因为 因为佛的加持之故 看到佛 那么慈悲 因为看到佛 身喜欢喜心 无量 欢喜无量 这时候不知不觉 丑陋的帽帽 下帽就消失掉 你看 这时候 这两 然后呢 他这夫妇 这公主和这位护马爷 就两个去见波士尼玩 波士尼玩就很高兴 两个就一起去见什么 佛陀 去见佛陀 释迦摩依佛 就是 佛陀说 波士尼 就是波士尼 这公主为什么那么丑陋 剩下来 虽然豪贵 为什么丑陋 因为过去生 他成为是大夫张者的女儿 大夫张者曾经供养一位辟之佛 但这位辟之佛呢 相貌丑陋 在相貌丑陋之后呢 就张者的女儿呢 因此 产生一种 不凡利心 喝骂这位辟之佛 所以这时候呢 辟贵丑陋之佛在家 这时候 路贵丑陋的时候呢 显生物神通变化 这个长者的女儿呢 晓得 原来是圣人 所以呢 生起后尾之心啊 这时候向尊者唱悔 求其烟亮 所以说因为他过去生 就是被人破手 因为过去毁谤什么 辟之佛的罪过 而感到丑陋相貌 愿为 愿意唱悔心 来抵你 因为唱悔心啊 因为唱悔心啊 来抵你四驾摩利和 而回归端生相貌 是这样 就是你本身啊 这段话 中央叫你唱悔心 常悔心唱悔心 为什么? 请大家看到今天户表 第一页 今天户表第一页 第二页 第二页一起念 需存着两种心态 求爱唱悔 以求佛加倍 德其啊 应该是夹一个 加两个字 求爱唱悔的心 求佛加倍的心 是这样 要加个德心 比较好一点 求佛加倍是 比较可以的 意思是你要 以求佛加倍 求爱唱悔的心 求佛加倍的心 那这段话 会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那个故事 对不对 他就以唱悔心 唱悔心 来礼拜 他是遥礼 就是很观想 释迦摩尼佛 他的相好 专业的观音 也得到感应道教之故 让释迦摩现前 对不对 这样释迦摩现前 我跟你讲 什么都没问题 只有这样 就让他能看 本有的那个 相貌就消失掉 你看 从来的相貌消失掉 完全改头换面了 不可思议 就这样 所以我们要 像这个典故 我们要同时 要学习 就这样 不可思议 今天我们要理官 对不对 众生六佛心切实 理性诸佛 但是同样的事修 也要怎样 不断的离佛 拜佛 是这样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看一下 也是今天復表 第一页 第一页 就是第一行 医者理认诸佛 对峙什么 一起念好了 对峙我们的过失 为什么呢 过期神都没许 都难免会这样 有这个总之道 我们就是总之道 会起现行 对不对 我们共官我慢 为什么 因为理佛的时候 是五体投地知道吗 五体投地 就是把我们这个 那种我慢的总之 让它不起现行 而且你想想看 你当你五体投地的时候 而且这样 有无量功德 因为你拜了什么 阿弥陀佛 对不对 你拜阿弥陀佛的时候 同时拜了什么 十万诸佛 对不对 因为阿弥陀佛的法身 含色什么 十万诸佛 因为我们以前讲过了 是阿弥陀佛 对不对 它具有什么 无量公平的作用 对不对 无量公平就含色什么 十万诸佛 但你说你拜 虽然你拜的是阿弥陀佛 同时拜了十万诸佛 能够十万诸佛 而得到十万诸佛的复念 复词 复加是这样 那为什么 这个感定道交很重要 请大家看一下 因为拜法在感定道交 请大家看一下 也是金户表第三页 那是那个 第一页第二页 第一页第一页 对不起第一页 户表三第一页 就是第三项 光无量塑金 这两页一起念 无量塑佛 有八万身相 依相中 各有八万四千 随行好 依好中 互有八万四千 光明 依光明 骗照十万世界 念佛 同身 舍其不舍 你要看到后面 那 我今天 他讲的是 佛陀有八万四千 什么意思 佛有无量相 这个无量塑佛是指 这无量塑佛 八万四千 一般看不到的 一般人要什么 法师大师看得到 无量相 而且每一个相中有 八万随行好 无量相 随行好 什么随行好 随行好 随顺这个相 行就是随正这个 八万四千一相 所显现的这个微妙相 行就是八万四千一相 好是那个 相是比较显著的 好是比较微细的 所以随顺这个 八万四千一相的 所显示的 微细的相 微细的相 而且每一个相中 好就是每一个 微细的相中 又显现了八万四千一官民 无量官民 这每一官民 他会做佛事 官民能做佛事 怎么做佛事 偏到十分之界 念魔众生 涉及不舍 知道吗 怎么涉及不舍 我没写出来而已 就关静人讲的 以智慧观 普照一切 念以三土 得吾向力 那你想想看 我们知道很重要的哪里 你知道吗 骗到十分之界 念魔众生 是因为念魔众生 能感之故 能感的心 要感应到焦 佛陀自然会 射受我们 射取就是射受我们 取就是这样 互此互念 念念不舍 对不对 所以今天要感应到家很重要 这个里面 这个动 为什么重要很重要呢 这个以前也讲过了 因为佛陀 就像你要这个状况 当然我这个状况还没 就像在那里 官经良讲过了 做来自法皆生 入一切 众生心想中 是无等 心想佛实 实音即是三十二相 霸所随心劳 心做我 实音是我 做正偏才 从心想中 从心想生 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常常要怎样 你要常常要以求 就是你今天拜佛要怎样 常常以求佛加编 求佛加编 你为什么要感应到焦 因为感应到焦 你会得到佛理加持 对不对 不可思议的官秘功德加持 是这样 好 我们先下课 请大家打开讲表第四页 刚才我们把这个里经诸佛讲过了 这里经诸佛 重点就是这样 要以求佛加编的心 求佛造的心 来理佛 目的呢 这样感应到焦 那这个你今天求佛 求佛造的心 求佛加编是 世修知道吗 世修 刚才讲过了 礼观世修要兼备 礼观就是什么 我知道 就是如同 不凰今发戒本所说的 道我们心理性 你是当成佛 我是以成佛 常中如理性 戒品以继续 就是礼观那种 诶 众生都有佛性 这种平等心 这种清清心来看待 这礼观啊 这种佛性 但是还在世修 就有什么 求佛加编心 求哀畅悟心 来理佛 因为理佛就是修的 目前看性的 而且呢 你能够得到 你今天理阿弥陀佛 得到阿弥陀佛 智慧光你加持 不可思议 就这样 很重要 这礼佛 你看 而且你看哦 我们说好了 当代的参中大德 序拿上 对不对 三不一拜 拜了三年 从江南拜了江北 拜了三年 你想想看 如果说参中 心啊 心好就好了 对不对 平心见心 我心清清就好了 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我母亲 因为你知道吗 他人家问哦 仁者啊 你怎么那么辛苦呢 拜了三年 拜了三年 三不一拜 对不对 你说怎么那么辛苦呢 因为他讲告 因为他生下来 身不见母 易抱情人 从来才理佛了 他知道理佛有无量功德 你就问修老 那你为什么要理佛 你心清清就好了 心是平等的 你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理佛 他要三不一拜呢 一定要释修 就是这样 你想到 迅老上的例子 就知道了 要释修啊 因为 能感的心很重要 他今天拜 可能拜文殊菩萨 因为他拜到五胎三 对不对 一定要能感 因为 文殊菩萨是 古佛再来的 知道吗 古佛再来的 他也是佛啦 不是只有菩萨而已 所以他在拜 因为得到佛理加持 这个 让他母亲 离苦得乐 就是让他母亲 目的要超出他母亲 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是这样 所以拜佛理佛很重要 基本看称赞如来 今天就是讲表弟事业 倒数第二行一起练 二则 称赞如来 一夜清净 修以上二焉 则三夜清净 念佛 逢法 即是称赞如来 这段话呢 就是称赞如来 一夜清净 刚才讲过了 因为你身口的造作 是设法 要透过一夜的推动 心为业主 心是身口二夜的主人 就是心为业主 是这样 那一夜清净 为什么一夜清净 是因为一夜清净之故 对不对 才一夜清净 一夜就是口夜清净 是这样 所以修以上二焉 则三夜清净 就是说把这个 因为你在 就意思说你在理尽诸佛的时候 同时也代表你口夜 口夜称赞你阿弥陀佛一样 是这样 三夜清净 那下面念佛 弘法其实称赞如来 因为念佛 我方法是一体修之故 你知道呢 非常称赞如来 这个称赞如来 称赞叹 称赞叹佛陀佛陀 如来功德 这里面也是世修和礼观都有 你知道吗 礼观就是因为众生都是有佛性 我称赞如来 但是称赞叹佛性的功德 就像刚才 不是刚才 就是上次也讲过那个 洞山寺对不对 那会什么礼拜这个姓美和尚 我礼拜的是呢 那念不生不昧的佛性 对不对 称赞如来 是称赞如来 我礼拜你 我是因为称赞代表 称赞如来 那佛性的平等 清净心 是这样 所以一夜清净 是这样 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今天户表 是今天户表 第三页 第一页 第一页 那个倒数地方 这样一起念一下 称赞如来 对智 可业的过失 如妄言 其余 两则二口 因为 因为房屋中心有欲 难免会妄言 妄言 在这边 就是一般来讲的 心口不一 心想的和口说的不一样 乃至大妄言 大妄言什么意思 就是以防难胜 自己也没有什么 没有神通就所有神通 有的时候自己呢 没有看到 就是任何人有看到 就是讲的一些 比较一种 显现他自己 修行有成就的 那种大妄言 是这样 大妄语 那七语是怎样呢 反之 这七语如果根基 偶一大事的解释说 你所说的话 和修行没有关系 就是七语 一般七语 他讲的是一种 黄色的笑话 或讲的是一种 让你 就是一种 那种 那种 生起非非之想的 话 但是根据偶一大事 他解读说 七什么 你讲的出来的话 让人家不想修行的话 就是 不都会让人家生起 修行的话 就起义是这样 更严格的 严谨的话 起义的意思是这样 那两识是什么 拨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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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个人一样 丙舅跟假说 以说你不好 接着 丙舅跟以说 假说你不好 拨弄是非 这两识 就两个 就是拨弄是非 让家义两边打起来 让他们生起那种 不欢喜 就让他们结怨就这样 这两个都拨弄是非 那二口是一种骂人的话 骂人的话 是这样 那今天我们对这个 因为口味过失就是说 今天呢 我常常义佛念佛 对不对 就是说我念心 我依体其用 这称赞也是要依体其用 本来无异的心 来义佛念佛 我们要这样 虽然我知道 众生都有佛性 对不对 都是清净的 都是平等的 就是从殿上蚂蚁 还是天上蚂蚁 都是未来佛 但是我还是这样 依体其用 不断的念佛念佛 义佛念佛 是这样 那为什么要念佛 义佛念佛 称赞如百年 我们看一下这个无量功德 看一下 看到今天 今天表倒数第三场一起念 念到第二页的最后一行 四国无量受佛 浩无量光佛 无边光佛 无外光佛 无对光佛 延晚光佛 清净光佛 翻喜光佛 智慧光佛 不断光佛 南施光佛 无称光佛 超日夜光佛 其有众生 亦是观者 三寇相灭 生意柔软 翻喜永业 善心三天 若在山土极苦之处 见此观明 皆得休息 无无苦劳 寿宗之佛 接门谢托 这段话呢 就是说我们要记起来 这段话也是很重要 对不对 为什么 讲过很多遍 只是说大家提醒大家 这个 为什么称赞如来 就是寿使命 我今天呢 赞叹 阿弥陀佛 就等赞叹神来 十万诸佛一样 对不对 因为阿弥陀佛 因为根据无量光明来讲 无量光明 我念这一佛 就念神来 十万诸佛一样 因为光明 无量光明的作用 寒色十万诸佛 那这里面我们要印 从这个 无量寒 讲无量寒 好无量光明 因为无量寒 代表造长极 无量光明是集合长照 我意思是这样 那无边光明这边话 我就不一定是在解释了 我想大家 就自救 无量寒的具体是什么 十万诸佛一样 无量光明 简单讲就好了 无量光明是集合长照 无边光明是什么 无边 就是那种 他的光明像没有边际的 无没有边际 就是说他能够 那你这样讲 不注油 不注空 也可以这样 我内心呢 我这光明呢 就像中观的智慧一样 不注油 不注油边 不注空边 无边光佛 那无外光佛呢 我们知道呢 彭物中就有 妨碌障、夜障、暴障 就是这个无外光佛能够通 就像那个针 穿透里 穿透无数的障碍 把这个妨碌障、夜障、暴障 俏无上无量光佛 无外光佛 就光明像 这个光明有这样 无对光佛 你看这个对是什么 就是对待 对立一样 什么对待 就是让你念这句话 就比较没有我相、人相、中相、受相 那个含力 就是慢慢的让你不申请那种对待的 比如说人手 人念的我 所念的佛号 人念的心 所念的佛号 就是这样 人手慢慢的 达到什么 人所一流境界 无对光佛有这个作用 那游碌光佛什么意思呢 游碌光佛 炎就是一种佛那个非常赤圣 光佛什么意思呢 非常赤圣的佛 就是说这个游碌光佛 这个光明像 它像赤圣的佛 就能够达到内心的深处 就是那个 内心的深处 让你也不申请那种 贪嗔痴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 第一道 或者第一 就是那个最黑暗的地方 最黑暗的地方 就是因为透过这个 圆碌光佛的加持 它能够到内心的深处 让你也不申请 贪嗔痴的心 因为贪嗔痴的心 因为贪嗔痴很赤圣 就到第一道 是这样 圆碌光佛有一种作用 就是能够达到第一道 第一的境界 就是那个观明像 非常赤圣的 是这样 那些清静观佛 我们知道 清静观佛 代表无我的自费 对不对 所以你刚才呢 它无边观佛说 不自由 不空 有那个意思 就清静观佛 这个观明像 那我内心 念念什么 正不自信相应 达到那个 火空 火空的境界 清静观佛就是这样 无我自费 就这样慢慢 那欢喜观佛 为什么呢 刚开始念佛 能够借由欢喜观佛的加持 升起有滑喜的心 越念 越清静 你越拜佛 也是等下拜佛一样 你越拜 越念心有滑喜 然后清安乐 滑喜 然后清安乐 慢慢呢 这时候呢 感应到教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确实 我记得有那种 欢喜观佛 加持你 那你从佛时 慢慢的 觉得 内心升起了 无量的那种 刚才你说 普利觉瓦乐 越反极易热 那种意境 是这样 欢喜观佛 那智慧观佛 一般来讲 我们说智慧 从佛法的智慧是什么样 一切智 道永智 一切总智 为什么称一切智 空观的智慧 对不对 空观的破见思佛 成一切智 假观的破成沙佛 道永智 中观的智慧 破文明破 成一切总智 就是智慧观佛 这个 他的观明相 就能够慢慢地成就这种智慧力量 智慧力中一切智 道永智 一切总智的 那种 那种功德力是这样 那不断观佛法是这样 不断 这不断就是意思 让我们能够 在学 学我上 在形式上 能够 练练相续 无有间断 对不对 就是因为呢 不断的 让我能够静静力 这静静呢 不断相续 练练相续 无有间断 圣里一业 无有必愿 就是这样 就是内心啊 能够随随随 正如自信 念念 念相续无间断 就是要精进力 不断 那燃思观佛 这里面 燃思观佛 无成果是 也称扬赞叹来讲 燃思就是说 佛的功德是 没办法心思的 燃思 没办法用思维出来 那无量功德啊 佛的无量功德 没办法思维的 无成观佛 佛的功德是 没有办法称扬赞叹的 没办法用 言语 语言 文字来称扬赞叹的 无成观佛是这样 那作为 超日观是总结一下 这佛陀啊 他无量功德 我们知道 先讲一下日夜观佛 日夜 因为我们 房屋众生需要日观夜观 对不对 像万物啊 像日观夜观的什么 照射之下 他能够萌芽 宇作万物 那这个超日观佛 而且日夜观佛 是这样 而且日夜观佛 有个缺点这样 这日夜观 他只照什么 外表 你有 例如说一个障碍物 墙壁 日光夜观都没有办法照到了 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 房屋众生 你内心的深处 这个日光夜观没有照到到 但是这个超日夜观佛 就像那个 大四十字不怕 念语言一样 他能够照到 众生 内心的深处 让你生起什么 那种念佛 念佛生的心 就是让你慢慢 如果教导你看 如果成就 念佛上面的方法 就是这样 这个如同大四十八 就是 这个大四十八 念佛上说 大四十法王子 以通五十二八 之中之以 敌力佛祖 我一往 我一往 我一往是 恒河沙也有处 明无亮光 十二来乡亲也其中 明超日光 比我教我什么 念佛上面 就这一 超日光有那个含义 总结 慢慢的 就是 藉由这个 熏许 你念这句话 慢慢的 这句话就算 超日光的作用 慢慢的成就我念佛上面 是这样 有那个意境 因为超 因为日光月光没办法 照到我们内心的层处 就超日光佛 超日光 他那种境界 那个光明相 能够照到我内心 让我不断的 文师修 甚至慢慢的成就成 念佛三昧 是这样 好 就把这个简单讲一下 这个就是 你要常常叫四位法译 那你看 我们看第二页 第二页呢 就感应道教了 感应道教很重要 齐游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们讲过了 十万事戒 任何一个建议心者 那你感应道教是什么 亦就是感应道教 亦是观者是什么 这个光明相 这个光明呢 我们知道光明能做佛事 刚才讲过 对不对 光明能做佛事 对不对 依光明骗在身上世界 因为念佛众生 射起不舍 能够设施我们 而取父慈父虐我们 上过消灭 上过是有前写是什么 让你那个不生起贪嗔痴的心 对不对 因为感应道教了 所以贪嗔痴的心 乃至呢 渐渐的 这个上过要讲到这个见师父 这时候 因为你慢慢的是 不断的循许佛法 不断的拜佛 义佛念佛之故 是这样 再来跟大家呼啸美丽 不简单 就是我要这样 下功夫 客户乃劳 一定要这样 感应道教很重要 因为感应道教 才能够上过消灭 是这样 才得到观明的加持 接着 寐恶意 内心不生起烦恼 这生三意 身体柔软 身心柔软 这意思是什么 消灭障正微 你想想看 我在拜佛的时候 刚开始有出众 就拜佛慢慢的 这个比较 比较清安的 有一种清安 就是内心的 身体也不那么出众的 是这样 有一种消灭障正微的意思 身心柔软 就是身心柔软 身心柔软 欢喜有什么意思呢 欢喜就是乏喜充满 乃至呢 永悦跳起来 这个意思 他知道 他决定完成极德世界了 就是你感应道教的时候 我跟你讲 都是大家 你知道知道 我决定完成 就内心有一种 佛力加持力 让你知道 我决定完成极德世界 永悦就是非常欢喜 对不对 跳起来 永悦就是跳起来的意思 欢喜到跳起来 就是意思说他决定 啊 功夫堂圈 这是他今天 幸福没有白白坏 那善心 善心 善心 善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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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心就是无量功德 善心 从自行流露出来的 善心是善心 刚开始善根 善根就是那种 信静虐的善根 刚开始是信心 精心 常慰心 五贪五财五财五财 都从那 心心流露出来 善心是善心就是这样的意思 乃至无上菩提心也是善心 甚至于善心 善心就是善心的功德流出来的 那更进一步 是什么 大悲大之大恨的功德又流出来的是这样 善心是这样 那最后是离苦得理 就大概讲了一下 山土就是意思说 在三道二道经界里面 你如果见这个见就是感应道交 感应道交 因为三道众生 他能够生起这个念佛的话 念佛之心的话 而感应该就得当上 官不加持 接着修取就是 意思 不受这些刑法的折磨 是这样 接着修取 无忽苦恼 不再受到这些痛苦烦恼的境界 是这样 然后受众之后就是命中后 那么卸脱什么 这三种局外 第一个来 卸脱三道道境界 对不对 我们生到什么 人道 第二个呢 我们是生天 生到人天 天人的果报 第三个呢 我们集的世界 现在都是这样 这么讲是这样 那这段话 就跟大家互相缘练不简单 确实我们要 常常呢 要以 结成尽心 来异佛念佛 那目的呢 就是开闲奔的信德 是这样 接着我们看 为什么洪王是称赞如百年 我们看一下 第五旁一起念 我以教经 至今以后 我知弟子 辗转行之 则是来 法生 常在而不昧也 这佛陀在佛裕家内盘的时候呢 跟大家讲 从此以后 我知弟子 这意思 我知自己 知弟子 就是指 各位比丘比丘尼 幽伯士幽伯仪 宋弟子 要长转行之 但是呢 就不断的 弘扬这部佛法 弘扬这部经典 把佛罗的法语 弘扬出去 不断的 不断的经由 就是不断的 就是 就是念念 就是我今天 从空下来 空下来是 片十番 普遍到十番过去 从实践讲是无始无终的 要把这个佛陀佛法 广泛的流传下去 这样 因为佛啊 这个法 要你能够流传佛的法就是 表示佛的法身 常在无昧也 因为法 是从佛的自信流出来的 知道吗 佛是 因为无不从此法界流 佛这个法 都从佛的自信法界 所以代表佛的法身 常在无昧也是这样 从佛的自信流出来 是代表佛的法身 是这样 那今天呢 所以我们今天呢 弘扬佛法也是这样 今天我是 我学习的佛学义的心得 我这样 分享给我的亲人讲 看我的父母亲啊 我的兄弟姐妹啊 亲人讲一讲 跟人家也是弘扬佛法 是这样 那这段话呢 还要讲到 刚刚身心柔软 请大家看一下 会怎么身心柔软呢 就是第几页 我们看一下 第六行 门关柔软宴 第三三页 中间那边 一起练 这里行一起练 设我得佛 十方无量 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 众生之内 蒙我光明 处以身则 身心柔软 超过天人 若不而者 不取正觉 我们要 呼吸一下 因为今天讲到 这个称赞儒百音 就等于代表上 我今天能够 一佛念佛 目的要感应到焦 知道吗 所以佛陀在三三页 怎样讲呢 假如我成佛的时候 就是十方无量不可思议 就是 十方无量世界 任何一位经验行者 意思说无量任何一个经验行者 你知道吗 光明做何事 我们光明处以身 身心柔软 就是什么 身一柔软 就是消遗障 真无畏 就是本来 这个柔软 因为这个设身本来是出众的 为什么出众 你想想看会很出众 见识佛之故 有见烦恼 失烦恼就是故 见识佛之故 所以让你内心很出众 就是内心 而且胡思乱想 心意念没有 但是今天我议佛念佛的时候 慢慢的 这个光明会做活事 对不对 刚才师傅讲过 一一光明 偏到十分世界 念佛众生 设取不舍 怎么设取不舍 以智慧观 普照一切 立体三土得不向力 对不对 就这样 以无智观普照一切 普照觉怀众生 立体三土 什么立体三土 不生其善 贪嗔痴的心 得无上力 成就什么 佛的自费力 是这样 没有生产作用 所以这身心柔软 代表一种意识 那我们知道呢 超过天人 天人 想到天人就想到什么 他也是施死得死 施亦得的境界 但是是有乐境界 那今天呢 我今天超过天人 就是我今天的身心柔软 我这个内心啊 我成就这种 慢慢能够什么 有一种转迷为悟的境界 消业障 正无非 就是慢慢的转迷为悟 慢慢的 有一个无肉境界相接触 因为天人是 他虽然是施死得死 也是施亦得益 但是是有乐境界 这时候呢 我慢慢的呢 内心也不和什么 这个不和这些那种 贪嗔痴啊 和禁痴或相应的 是这样 所以有这个含义 就是消业障 正无非的意思 所以这个消业障 正无非呢 就是说 超过天人 有乐境界 是这样 若不合者不群 假如呢 你的身心柔软 没有超过天人 就不成就无上普敌 是这样 这是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说 得到冠冕加持 因为得到慢慢的 能够转别悟 是这样 转自成智的意思 身体也是那个意思 那看文明德然宴 也是那个意思 文明德然宴 这两行一起念 色我得佛 十方无量 不可思议 诸我世界众宣之类 吻我名子 不得不孝 无宣华人 诸身总之则 不取正觉 像这段话要记起来 对不对 表示为什么要记起来 我先讲一下 假如我成活了 十方无量世界 不可能 就是任何一个佛世界 不可能 就是意思说 任何一个经验心者 你这样 吻什么意思呢 信解授辞 你知道信解授辞 这句名号的话 如果信解授辞 Omito Miha的话 如果你不成就 菩萨无孙花人 以及什么总之者 就托罗尼 自身托罗尼 就是身托罗尼 众多的身托罗尼 包括什么 法托罗尼 意托罗尼 忍托罗尼 作托罗尼 一般来讲四种托罗尼 这总之者什么意思呢 就记忆术 托罗尼就是记忆术 总一切法 持不让意 总一切法 你想想看 我们说一位大师 智子大师 对不对 智大师他讲庙 另外记得的时候 讲一个庙字 讲什么 九十天 九旬堂庙 你想想看 他为什么能够九旬堂庙 记忆术 他的记忆非常好 他的法 他有法托罗尼 意 法托罗尼 意托罗尼 法 意 内心有中共的法宝 在心中 所以讲了九十天 还可以继续讲 你看不简单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呢 你透过 你会什么 你想想看 菩萨法人 无声法人 对不对 这个我们讲了很多遍了 朱生荣誓者也是 这是我们本日巨主的功德 你借我这个 我们是因为透过 名号 授子功德之故 才本有了菩萨 无声法人 种种的圣神的陀罗尼 就显示出来了 那我们了解到 无声法人 刚才叫菩萨 你看 有欧罗汉的 出国 像小圣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乃是一些 秦教的菩萨 也是无声法人 他这里 菩萨人就是大圣菩萨 无声法人 这个人就是人物正的智慧 无声法就是我公佛我公正如理 知道我们这里 就是你要了解到 这些都是什么 透过佛理加持之故 因为我们知道 当你得到佛理加持之故 佛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力 就会加持你 是这样 而且佛的严厉加持 所以你了解到 这句非常善事要记起来 就觉得 这名道功德不可思议 从之间就知道了 所以你慢慢了解到 但你越无目邀 纵然 好了 我不能得 你得到 菩萨 无声法人 十文之一 慢慢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鼓励 看到这个院里面 就让我 叫文我名字 叫信仇死 这句密道的话 渐渐的 就让这个 菩萨 佛文化人 慢慢相应的 所以这里面也是 有一种 因为把它记起来 是一种 它是一种 类似一种目标一样 因为其实我 目标是什么 是王级的世界 但是呢 当你文明得人愿的时候 你慢慢觉得 哇 明道功德不可思议 对不对 然后法律就是表现 法律不可思议 同时也要表现 佛力不可思议 因为厌力不可思议 对不对 厌力不可思议 就佛力不可思议 同时这样 明道功德力不可思议 所以这句密道不可思议 像 那个 这是 有时候你觉得 诶 念这句密道就这样 超越三界 不可思议 切实 就是这也是跟大家互相美丽 好 讲到这边就可以 就是说 这里面就是称赞论 你净若称赞论 你同时要理官 还是什么 事修 不能说事修都不要 反正 众生都有佛性 众生是平等 是亲近的 就不用 不是 还要什么 事修啊 毕竟他是防护众生的 你知道吗 藉由修得看性的之故 是这样 那现在看 朋友讲表 三者管修管 这一讲一集内 今天 第四页 倒数第一行 三则 管修共养 诸共养中 法共养罪 这个 管修共养 这共养就是 布施 管患的 这管 就是 管患 就是 管患的 就是 内心啊 就是表示我们内心啊 怎样 这个就是说你要 今天管修共养 就是说你要管 管修共养 就是说你今天共养 就是 共养 因为 一般来讲 有时候讲布施也是 可以讲管修共养 就是布施那个意思 就是这样 但是你要怎样 今天从李靖柱我 称赛如来 到管修共养 一提 用 用来造体 这 李靖柱我 称赛如来 管修共养 都是用 一提 一般的物性的提 来管修共养 是这样来讲 那这里面呢 我们要知道呢 这个 这个 供养中 这 布施中 你知道吗 法供的罪 什么意思是法供的罪呢 目的要迫使 千叹的心 因为迫使千叹的心 迫使千叹的心 为什么呢 这法供养 就是我内心能够 一提其用之故 我一提其用 就是怎样 一般来讲 这法供养 三种法供养 有七种 对 七种法供养 好想大家念一遍好了 就大家念一遍更有印象 印象深刻 在那个第几页 第十三页 十三页 十三页 念一遍就比较 像华公养 十三页 请大家讲表十三页 讲表十三页 有没有看到 就是三兰子 倒数第三行 金吻 就第二行 三兰子 这一行已经念到最后 三兰子 诸公养中 法供养罪 所谓 如说虚云公养 历重公养 摄受重公养 待忠苦公养 勤修善根公养 不舍菩萨业公养 这一条 这个三兰子 今天 你认为要修学 普贤 那很严的也是三兰子 除了三小子以外 三小子也是有 所以诸公养中 这种中我们知道 我先讲 布施有什么 才布施 法布施 为布施 就是那个意思 但是法供养 这法供养什么叫法供养呢 就是内心一提起用 用来造体 这法供养 就是你要一提起用 那这时候佛徒讲的 什么叫法供养 法供养 最什么意思呢 最为殊胜的 第一的 法供养最为殊胜的 因为呢 修法供养才能够 了托生死 断负圣真 就是让你 能够了 了托生死 但是来自什么呢 也能成佛道 法供养是这样 就是能够一提起用 用来造体 之故 知道吗 一提起用 用来造体 法供养 就是我们内心有这样 无我的智废 为什么 你看 所谓 所谓的解释是什么 法供养 什么叫法供养 如梭修养 如梭修养 什么意思呢 简单讲 不是梭修是法的供养 我是根据佛陀所说法 来修行的 不是盲修下念的 来供养 了解到 这个简单讲 就是说 今天你对佛陀 对不对 如梭修养就是根据 依照佛陀所说法 来修行来供养 等于就等于供养 是这样 这句话是 总说 总说 一共有七种 第一种 如梭修养是第一 是总说 如梭修养就是这样 而不是忙瞎瞎 如梭修养 因为有时候 有众生 对不起 因为有的人 有纪念心 有的人像 我这 就说你今天 因为你所修的 因为难免 我刚才讲 我为什么要一体修 难免是 有一种 内心有一种 以我的心 来修行 是这样 有心 那时候你今天 如梭修养公养 就是我今天是 根据佛所说法 依教后行 就是依体修 用来超体修 就是真实的法 供养是这样 是总说 第二个 利益众生 因为利益众生 供养就是说 我今天 那怎么利益众生 我们知道 这个有一句话 这个利益众生 供养就是说 这个讲到说 你要动顺利苦得乐 对不对 你要利益众生 离苦得乐 不是说得到 那种 那种什么 那种 无欲 无欲之乐 无欲之乐 那只是那种 暂时的快乐而已 对不对 无欲之乐 那是这种 你尽量让众生 断烦 了生脱死 那才是利益众生 供养 对不对 所以今天 你利益众生 你所做的 让众生 能够生起那种 断烦 生起正念 能够乃至了生死的利益 是这样 譬如说 譬如说 譬如说我们知道 这个《经纪商务》里面有一个 那个 就是 佛华普利心 生起因果 佛华普利心 佛华普利心生起因果 欠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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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利益众供养 欠经者 我今天呢 欠免出学的人 来学习佛法 还是欠免 已经学习佛法的人 更进一步的 修学佛法 就是欠经者 欠经者的意思 让众生能更进一步 得到佛法的利益 叫做利益众供养 目的能够了生兜时 是这样 那这里 善受众供养 受众供养就是 一般来讲 要试色法 从 试色法 布施 爱与利行同施 这以后慢慢讲 这简单讲就好了 不是爱与这个受众供养 用于 受众供养就是用善巧幻变 来受众 就是要有大悲心 知道吗 它里面就含着大悲心 你只要大悲心 大悲心 善巧幻变来受众供养 让农生生起欢喜心 是这样 是众供养 那这里面呢 是这样 那第四个呢 大悲心供养 这里面呢 这里面要怎样 大悲心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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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离官 因为大悲心供养 是代表大悲业力 业力 业力 对不对 你像那个 在那个谁啊 在八大来的经 八大来的经 第八节之 大家有没有听过 第八节中 圣子自然 苦恼无量 花旦心 花旦心 朴祭一切 就是也是那种 有一种 代宗苦的 代宗苦 得到那个法 有时代宗苦 有那种 业力而已 因为众生的苦 你没办法 就是说你很难 一般来讲 他有那苦 你有你的苦 只是说代表你业力而已 知道吗 虽然说地上菩萨一样 第一不空 世不成我 那第一 因为众生有他的业力 知道吗 他知道说到第一道是他的业力 但是表示你的业力 就像你 大恩苦 就是我 就像地上菩萨一样 第一不空 世不成我 但是众生的苦 他自己也要承担了 只是代表你业力 我有一种大悲心 因为众生的苦 就是我的苦一样 知道吗 那是单中苦 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你什么众生苦 那是代表你业力 之后你就理官 我希望到中 因为他会体会到这种 因为他体会到 心、佛、众生、上无差别之故 就这样 代表我说过一样 那这个情修上根 什么上根呢 像 人天的上根 对不对 就世间的上根 还有什么 初世间的上根 什么初世间的上根 那种无常苦空无我 初离心那种初世上根 哪种 还有初世上根 什么无上普离心的上根 就像情修上根 你这个约 约什么智力来讲 大方古 前面大方古是约大悲心 这情修上根 约智力来讲 情修上根 你自己呢 要修学什么 总统上根 那种性经念的上根 不但是初现上根 还有初现上根 无上菩提心 都要修上根 然后 不舍菩萨业供养 不舍菩萨业 这个菩萨业就是什么 管修六度亡恨 六度亡恨 就是菩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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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度亡恨 你总统这个里面 当然这里面了解 不舍 就是内心 你想要不舍菩萨业供养 就是内心有怨力之故 才不舍菩萨业供养 知道吗 就是你为什么要修六度亡恨 就能体会到 终身的苦就是自己的苦一样 那不简单 就是你要常常 不舍菩萨业 不断 不断的文实修 有愿力 把我愿力显现出来 是这样 不舍菩萨业供养 最后是这样 不理菩萨业 菩萨业 什么菩萨业 菩萨业的心 叫菩萨业 大悲大思大怨的心 就是你内心 悲之双音的心 悲之双音大悲心 智悲心 大悲大思大怨 那个内心 能够 悲之双音的心 能够显现出来 不理菩萨业供养 是这样 简单讲一下就好了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前面我们讲过了 望思菩萨业 望思菩萨业 修三业 是什么 摩业就是这样 所以这里面呢 就是你要内心 要有鼻子双音的心 那总结一句话就好了 要依体去用 用回照理 依什么体 本来无欲心为体 齐用 齐之双音都用 知道吗 共养就是用 就布施一样 好 接着我们回到讲表 第四页那边 第五页 第四页 第四页 法共罪 所以这边讲过了 今天也了解到 一定要 事修 不能说 心都平等 反正呢 我是心平等 就公养 那就是 是理官而已 还是事修 很重要 因为法共养 要事修 当年 你做这个 橡花灯组 供养的话 是事供养是什么 比如说好了 我供养 我跟你讲好了 无量功德 不过这个 你看哦 唱公司每天 天天都这么讲 他怎么讲呢 早上起来 我们大家观想 阿弥陀佛在办公中 或是你观想一尊佛 不能理想 要怎样 用香花灯组 观想有个心炉 点心香 香鸟鸟鸟在办公中 就有香鸟的 香鸟在哪 有那个 青黄色白灵光 所谓青色金光 黄色黄光 赤色光 白色白光的灵花 为了这些 樱花梅花 蝴蝶藍就好了 紫色的蝴蝶藍 白色蝴蝶藍 紫白香鸟的蝴蝶藍 还有confidence 新西蘭、十五蘭、對對對蘭花 然後那種綜綜菊什麼?牡丹燒藥 魂紅色的紫色的牡丹燒藥 白和黃、白和紅、向日葵、太陽菊 紫色的魂紅色的 還有黃色菊花、白色菊花 然後四個角落 有各個魂紅色的玫瑰花 紅色、白色、黃色 然後花旁邊有蠟燭 各三排、六排、九排蠟燭 蠟燭粉三秒Ja 鑽燭、 cinchn trzy嗎? 要觀想一下 那怎麼觀想? 一定要有圖片 知道嗎? 這花如果說關不起來 要常常看 天天都看 天天看 因為你在觀想的時候 就無量功德了 我現在講得很簡單 我還沒講完 我先講一個例子好了 記得上次我不是講到 一個故事,對不對?一位居士,對不對? 他不是拿花,要去講什麼?釋迦佛力佛,對不對? 釋迦佛花還沒來到,在半途中被一隻神經抽了牛 用牛角撞到他背上,而往生了,對不對? 他就天上,他就生到異界天,就是道立天 他就,我怎麼生到天上?他有三種思維 第一個,他是一個印度的一面,過去是一個印度的一個居士,南中 那這時候他在第二次,他在異界天的 第三個思維,他的宿命通就會想到 我怎麼成就這個,怎麼成就異界天的那個道立天的狗暴呢? 演練供養的心,供養佛的心就是這樣 晚上知道嗎?異界天,不可思議啊 所以像我今天是,我們今天要這個是異供養,知道嗎? 我今天觀想這些都異供養,不用花一毛錢,知道嗎? 你不用去買花啦,買這些很貴的花,蘭花很貴,對不對? 還有牡丹燒雅也是很貴的,很尊貴的牡丹燒雅,對不對? 觀越多,福報越大,知道嗎? 表示內心的一種對佛的尊重,對善保的尊重 對不對?我觀想這些香花當主,你看 這個心如就像那樣,你就觀想,就像如香紮樂一樣,滑劫悶心 這香花當主,你不用花錢,對不對? 這些你就像花當主,去觀想,但是你,重點哪裡? 你要有那個,你如果沒有印象,拿一個圖譜 對不對?你去借一下圖譜,看一下,天天看花 你看到賣花的地方,你看到橘花什麼顏色 一般是黃色、白色的,然後藍花、玫瑰花這些 粉紅色的玫瑰花,紅色的玫瑰花,白色的玫瑰花 黃色的玫瑰花,團團的,你看 觀想起來,無量功德,這確實啊 比如說這個供養,你說這個意思是易供養 那你剛才講,你把這些發現也是那種四供養 這是易供養,就是表示內心的一種供養 無量功德,不用花錢的,知道嗎? 因為你在供養的時候,你興起、興多年的時候 就去第八世了,第八世有一個種子 把你剛才想的,就換在什麼呢? 第八世的心田中,知道嗎? 這個種子就讓你就會,善種子 就會讓你,它就引導你去向什麼? 比如說,那看你,你有無我的智慧的時候 就去向了聖道,對不對? 那這時候我們知道,說易供養很重要 但是那種善法慢慢的,我們知道呢 心生之中華生,對不對? 這時候那種善法慢慢就會加持你 讓你在拜佛的時候加持用 在易供養有加持的作用,知道嗎? 因為易供養,這是不可思議,知道嗎? 這時候你想啊,我先講到這邊,就簡單到時候再講 只是說要提醒大家,今天這種易供養 內心的供養,不要花一毛錢,對不對? 太殊勝了,觀想這些香花燈竹啊,對不對? 像那個燈怎麼觀想?一定要看到 你常常要看那個專案,比如說你看 譬如某個事業或哪個地方,你看它專案 記起來,如果沒有圖片看一下,參考一下 每天想香花燈竹,花很多,哇這些 很多花,這就是要觀想出來,要常常看,知道嗎? 才觀想出來,你沒有看,觀不出來的,知道嗎? 那管修觀想都不要花很無量功德,不要花一毛錢,對不對? 所以拜佛以前,唱功師都在那邊開示喔 天天的一樣,早上都這樣 你看佛器也是天天都這樣,觀想供養 然後我還沒講完,最後他觀想了 你看,用那個,盆著一個金的盤子,高古白龍布 這白龍布是什麼? 黃金條、銀金條、白金條、紅寶石、藍寶石、智寶石、珍珠、琥珀 珍珠還講,黃厚色琥珀、綠色翡翠、藍色琉璃 還有金剛鑽石,你看 講這些,你看,就是,對啊 你想這些,你看,無量功德 用這個珍寶的功德,就是你觀想出來的 來供養,是嗎? 阿彌陀佛,或觀世音菩薩,無量功德 就是義供養,對不對? 不可思議,你看 你想想看,為什麼真的功德,為什麼?你想想 換門聖,對不對?換孕口,對不對? 對不對? 他用什麼?他用心想的,你知道嗎? 我想說,這些觀想是嗎? 這些白米飯,對不對? 白米飯啊 飯不是一碗,換的 十碗 一碗,二十碗,三十碗,一百碗 用內心觀想出來的,對不對? 一碗換五塊錢就好了,對不對? 麵 乾麵 湯麵 十幾麵 炒麵 一碗麵,五十塊好了,對不對? 很多,你看 乾麵 十碗乾麵 湯麵 一百碗 湯麵 就是管修公養,就是你這樣 因為我剛才這個 這個 飯宴口和飯盆湯是一種 不是給誰? 第一道宗孫 二位道宗孫,還有顧虐鬼 那是,他們是有佛性的宗孫這樣 也是一樣 管修公養也是這個意思 這是,我講到這些 無量功德 你看,這就是內心的義公養 不是說,我買什麼 買什麼 買麵奶啊,買什麼 都不用花錢的 像說他無量功德 是這樣來的 他等於是布施一樣 這個管修官就 修行這個布施的功德一樣 知道嗎 這無量功德 所以講到這邊 是跟大家互相美麗 大家這個,就是說你平常 我們是以 公養二 剛開始要這樣 也要以無我的智慧也關掉 就是盡重相而已 盡重相而已 所以你要用這些 剛才講的這個 這個香花燈竹 先做到這一步 這些慢慢做到 你要慢慢要 要關一下花樣 要圖譜在 有時候你忘記了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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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就增上了 是這樣 不用潛念 無量功德 是大家知道嗎 為什麼呢 要講到這個 我講到管修公養的功德 講一個故事 大家聽看看好了 這佛羅世代故事 有位張哲 這個人 平常沒有 就是沒有 沒有善根的人 就是 邪之邪見的人 應該好了 邪之邪見 他講無 邪見至心 就是沒有信心的人 就是沒有 完全不信英國人 這個邪之邪見的人 他認為呢 布施 布施 布施慈見 沒有 都佛無英國人 布施慈見 沒有用 他認為布施慈見 也不會得到散熱 他認為換講 他沒有英國觀念 他認為布施慈見 不會得到可樂口報 就這樣 就是他沒有散事英國的觀念 是這樣 但是我跟你講 我跟妳講 渡化中心要緣分很重要 緣分很重要 你知道嗎 你講的 佛羅世道 你沒有緣分也沒有用 這時候有位比丘 就是他叫做 丘頭盤比丘 這時候 他跟他有緣 過去是有緣 他用宿命通 知道這個長者 不久就要 說明將近了 時候要下地獄 這時候呢 他升起不分 便免心 就是跟過去是有緣分之故 這個是他用 這位比丘是歐羅漢 就用神通分力 用神通力善巧換變 因為神通大家看到神通力 哇 神通大家看到 身上出佛 身下出水 身上又出水 身下又出佛 像這種神通 神通大家看到 哇 不得了 就是因為 用這樣 神通善巧換變 來 渡化這位長者 不信英國的長者 這個長者 在臨終的前五天 就因為這位 比丘 就歐羅漢 有度過之 他五天 臨終五千五天 發起一種 一念 自人心來用 用香湯來供養什麼 釋迦摩依佛 用香湯來供養一個湯 欸 你知道什麼 四天完天 因為這個供養 共得 看 四天完天 二天 他有講到什麼 從四天完天到綠天 到綠天 夜魔 佛天 多帥天 第四天 來 華盒之臺 第二天 湯和之臺天 你看 又重生到四天 六十節中 又重生到四天 六十節中 不斷刷二道 然後最後 投胎到什麼 人間 結果呢 又怎麼樣 出家 學到 正求什麼 批子佛國 正義阿漢經 正義阿漢經來的 不可思議 就這樣 供養 佛的心 不可思議這樣 供養佛的心 供的不可思議這樣 但是呢 你縱然沒有湯供養 你用剛才義供養 這樣講 香花燈主也不可思議 確實 因為你起心動力的時候 就是這樣 遜以第八次的 第八次就有一個種子保留下來 不可思議就這樣 講到供相供養 講到完 講到照片就好了 就有沒有看到 講到這個倡匪夜障 這倡匪夜障 我們看一下 這個第五頁 這裡好像一起唸 四者 倡匪夜障 若此惡夜 有體向者 盡虛功者 不能容壽 成倡匪 佛夫照 橫柱 盡皆一切功德 這段話是根據金武來的 倡匪是它是開示時候 倡匪夜障 這倡匪夜障 等一下我解釋 這倡匪夜障 請大家看一下 看到今天復表 我們先看什麼 倡匪夜障 要瞭解一下 這今天復表 今天復表第三頁 一起唸一下 第一行一起唸 你敬諸我 稱讚如海 廣兄 今次倡匪夜障 為什麼呢 今天我們學習到 這倡匪夜障的時候 譬如說我在唸 往昔首照諸諸諸 或我昔首照諸諸 既有無事貪生痴 重生一役自我生 一切我經濟諸諸諸 就是年輕壓折 身體重 我要唱偉過去 不理晉諸我過失 我要唱偉過去 不稱讚如海過失 我要唱偉過去 不廣修功能過失 就是這個意思知道嗎 唱偉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等於等於等於 等於要把它唱偉等一下 這四五者什麼 唱偉過去 不遵許功能過失 哪次唱偉過去 不普及非常過失 就把這個十大英文都唱偉 意思是唱偉業障 知道嗎 這唱偉業障就是你本身要 唱偉過去 因為你沒虛佛 一定怎樣 胡搞亂來 對不對 沒有 你心量狹小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唱偉業障 要唱偉過去 不理晉諸我 乃至普居迴相的過失是這樣 這意思在這裡 什麼叫唱偉業障 請大家看金護表 第三頁 第二行一起練 摩子觀 岔明成露先惡 回明改晚修來 所謂岔以前間匪及後過 現在一個名字 這個岔匪有含義的 岔就是名成露先惡 就成就是成術 花露 成術花露 過去現就是以前的 醉惡 或許金聖靈 或許沒有造作惡業 但是你要想過去生 對不對 我們講過了 上次 因為 上次我們 不是上次的 可能是上次就 腹刺肉人 雖羞於心心 你從先世來看 重罪惡業障故 對不對 過去生你沒有學佛 難免什麼 其惡造業 所以你要 千倍的心 這個雖然金聖沒有造惡 但是難免 你的乃至你起心動念 或許過去生 造作 五逆十二都有 知道嗎 剛才不是在念過 往昔 有無智慧力 所造極業無間 對不對 往昔 你過去生沒有智慧 難免會怎樣 造作五逆十二的事情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成露先 就是要發入 過去生 乃是金生 乃是你造作惡業 對不對 就是你以前的 千就是以前的惡業 改晚修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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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過去的 改 過去呢 這個生口義造作惡業 要改正過來 改正過來 改正過來 修來是嗎 從新以後 修來是 修來是未來講 從現在以後 一定要好好的修入上法 從現在起 從現在起 要 開始修入上法 是這樣 改晚修來是這個意思 回民改晚來 那修緯怎麼來的呢 我們看一下 修緯這兩個 還怎麼來 看第三項 第三項 第四項 這兩項一起練 修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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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緒緒 修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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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障 第五行一起练,唱个业障 业障的意义 业有三种。一者善业。二者恶业。三者不动业。 业障之业,即是恶业。以恶业人障,人庄上佛。 人障,出生道,过敏業障。 仗一有三种。一者烦恼障,即是无名。 二者业障,即是无利。十二。三者抱障,即是第一。 二鬼出生之果抱。 大家了解到 這個業障 善業 惡業 不動業 不動業 什麼不動業 業什麼 社界 無社界來講 社界 它的殘定就是不動業 無社界 那種 就是我們說無社界 都是那種 他們殘定就是不動業 那這裡面 因為這段話 我根據什麼 道遠奧老師 他講的比較白話 比較容易了解 是這樣 你看祖師有時候他講的 講的很多 大家看起來 你不用了解 因為這個道遠奧老師他有善巧方便 他講的比較善巧一點 看到你 業障的業就是惡業 是這樣 惡業有任何障礙 因為惡業就是什麼 殺到淫萬的惡業 殺到淫萬的惡業 殺到淫萬 殺生 偷盜 閒淫 妄疑 惡業能障礙 人天善法 因為你想想看 一個人為什麼起惡造業 起惡業會什麼 因為代表什麼 煩惱的黑暗 這煩惱的黑暗就沒辦法障礙人天善法 能障礙出色善到 知道嗎 你沒辦法成就 沒辦法很難 因為這種煩惱 煩惱勞動 勞弄身心 你還能按照出三戒 不可能的事情 故意業障 而且讓你沒辦法成就人天善法 知道嗎 那障有三種 煩惱障 業障 包障 就惡惡的境界 煩惱障什麼 無名 這個因為講得很清楚 非常容易了解 知道嗎 他講得很清楚 就是道遠奧老師他的解釋 他講得很簡單 接著 我問了一下 他問了 你為什麼唱為煩惱障呢 為什麼要唱為業障 為什麼唱為暴障呢 為什麼要唱為業障 這是道遠奧老師的開始 這兩 從倒數第三 一起念 念到第四頁的第二行 一者業力盛大 故須心懺 煩惱障 潛伏俐落 故獲懺之 至於暴障 已盡則成惡果 只有受暴無法懺除 惡則懺匪業障 即是懺匪三障 以煩惱障如種之 業障如水土 暴障如果實 懺匪業障 猶如去其水土之言 則煩惱總之 自然乾孤 惡暴果實 一致無法生出 四則但能把業障 懺匪清淨 則三障 西障 堅除 我剛才忘記講到一件事情 唱為業障 也是要理官 知道嗎 我們現在講的是唱為業世修來講 什麼是理官 我們知道 為什麼 你想看 我今天為什麼招惡業 對不對 起破招業來 對不對 就是內心啊 不知道眼前的一件事 業的所感的 是唯一事所變的 所以才會起破招業 所以古德怎麼講 醉從心襲 將心燦 心若媚亡 醉於亡 就是那 心若媚亡 醉於亡 心媚醉亡 兩句功 適則名為 真唱為 這是理官知道嗎 醉從心襲 將心燦 唱 我要唱 我認定心啊 今天有這個種子 對不對 我今天為什麼招惡業 就是我內心啊 不知道眼前今天是業力所感 唯一是所變 唯一所限 所以才會起破招惡業 所以今天呢 醉從心裡 將心燦 心若媚死 不是啊 心若媚死最亡 心若媚死 心若媚死最亡 心媚最亡 兩句功 適則名為 真唱為 這段話我會在臺上跟大家報告一下 心若媚死這樣 當你種子不現行的時候 你就沒有作業了 是啊 那只要讓他心若媚死 就不當文師兄 你要文師兄 讓那個道地的智慧 那天現前 知道嗎 道地現前的時候 極力 他不敢起破招惡業了 知道嗎 頭大種子就不敢起現行了 知道嗎 這很重要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段話 我們看 我應該看 講理官 這理官 它那個是像 這個世修都在互相併詞 都會這樣 那這裡面呢 為什麼要唱歌業障 業力生大之故 為什麼業力生大呢 這個 所要唱 音樂力為什麼 音樂故需宣唱 為什麼呢 請大家看一看 看到第四頁 第四頁 現在第四頁 對不起 看第四頁 第三郎一下 地藏經第三,一起唸 夜立盛大,人敵虛迷,人生俱孩,人戰盛盜 剛才為什麼要夜立盛大?我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出自於地藏經 今天我們要根據什麼?基督來說 為什麼要唱為夜障?下面講到為什麼盛大? 人敵虛迷,虛迷唱什麼?要廟高山,包含十七惡行 人敵虛迷,就是說你山那麼夜高,我比你還高 我敵虛迷你,我不會怕你,終於障礙你 就是意思說,你用虛迷山來抵擋我 我還比你強,面對虛迷山能夠抵虛迷,是這樣 比得上你,虛迷山,廟高山,包含十七遊行 廟高山,包含十七遊行,很高 高到包含十七遊行 人生巨海,大海深廣,你上海那麼深,我還比你深 就這樣,人障礙盛道,你沒辦法出山戒 因為盛道就是出山戒的意思 人障礙盛道,沒辦法出山戒的盛道 這段話呢,就是說夜曆,為什麼要倡迷業障 來研究這裡,回到這個,剛才第三階這邊 就為什麼要倡迷業障,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你在這裡面,為什麼今天為什麼要拜 有時候為什麼要拜燦,拜佛就是這樣 倡迷業障就是這樣,那第二個呢 為什麼,因為你看到這個道安是很善巧 你看倒數第一行,放哪兒障就是種子,對不對 夜障就是水土 水安土,那包含就果實 所以你倡迷業障的時候,把水土去掉的話 種子就沒辦法得到水了 沒辦法,你看第四頁 因為把土 因為倡迷業障就把這個水土去掉了 這時候種子就會有辦法得到這個水土的營養 自然乾固掉了 那自然果實就不會獲出現弦了 這環音呢,但是我們就了解 這段話也是一樣,因為倡迷代表這種修德 代表智慧的官民知道嗎 智慧的官民現前的時候 當你以自成心,結成經濟的心去拜佛,禮佛的時候 凡腦的黑暗就不會現前事 就是這個意思,知道嗎 就是這個意思 好,接著我們看一下,你看那個 就是這次以後,我們看 那個,你看,回到第五頁 對不起,看到第五頁 剛才是把倡迷業障的涵語講過了 就看,因為蔡公司的開示 這段話經理說,露使惡業 因為惡業是無形無色的,無像的 惡業是無形無像的,知道嗎 他沒辦法有體相者 假如這個,你所造的惡業 過激生,殺到營養的惡業 假如說有體相什麼意思呢 具體 有一個,意思說有具體的意思對不對 有職愛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佔有空間的意思 有像是佔有空間 有職愛有佔有空間的意思 有體,有一個物,有本質的意思 有本質,佔有空間的意思 那整個虛空就被幫我說 意思說,他是無形無像的 因為假如說他是有形有像的話 有佔有空間的 有本質的,有體質 這個體不是本質的意思 有這個物質,佔有空間的意思 有佔有空間,有職愛的意思 那整個虛空就沒辦法濃縮了 有沒有不了 表示他是無形無像的,知道嗎 無形無像的意思 從這句話講 若使惡業,不要惡業 善業也是一樣嗎 善業也是有儘存的部分 不只惡業善業也是一樣 這個地形大師講的 這個地形大師講的 這個地形大師有時候他在 有講過三年也事件 二業都一樣 那這裡面呢 所以你知道 這句話講到的是 我們無量皆來生人 常常無量無別的作業 就在第八世的種子裡面 他這句話就 若使惡業又天上人 就不能說 就好是我們第八世 憨常無量無別的 煩惱罪的種子 所以一定要唱為惡業善,很重要 這句話就告訴我們 我們第八世 憨常無量無別的 沒辦法屬盡的作業業 知道嗎 那說要誠心懺悔 很重要 要以自誠心 來懺悔業善 然後後部照 決定以後 就是剛才這樣 從盡以後 絕不再造作惡業 橫柱境界一切功德 這橫柱境界功德就是 所以你要本身要以無我的智慧 這境界就是一種 以無我的智慧來修持 受諸戒法 橫柱境界 就是以無我的心 來受諸戒法 乃至一切功德是這樣 橫柱境界一切功德就是這個意思 就不造作惡業的意思 對不對,是這樣 那這樣就好 這樣插一張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隨喜功德 一起練一下第五者 五者隨喜功德 一者眾情義極 二者則不嫉妒 三隨喜功德 則不隨罪過 這隨喜功德什麼意思呢 隨喜功德 隨喜 等一下以後我們要了解到 隨喜功德 隨順翻喜的意思 就是看我今天講 我先講一下 簡單講就好了 隨喜功德還有什麼 平等心的智慧 平等心 就無我的智慧就是 平等就是無我的意思 沒有平等 因為今天好了 我看到人家在掃地的時候 我也隨順他 就像我在掃地一樣 我看到他在拜佛 就像我在拜佛一樣 這隨喜功德平等心 為什麼呢 以後我們常常在 這個引用經文來講 這歐一大師講過了 這歐一大師的解釋 因為我要到時候引用歐一大師的解釋 大家都知道 隨喜功德就是有無我的智慧 內心有平等的智慧 他是看到一切都平 就是無我的智慧 來隨順眾生的功德 今天看到你布施 你受了戒法 你種種的上 就等於我在布施 持戒 忍辱 就是那個意思 那隨順就說 我今天看 內心翻喜 那隨喜呢 目的要Pose 內心不難以他容心 內心的基督心 是這樣 請大家看一下今天護表 今天護表第四頁 第四項一起唸一下 唱匪過去的基督心 不耐他容 不隨喜功德的心 就是我們今天呢 你唸這個句話 也要有種 你應該在學習這部 這個發言經配門品的時候 你要用 就是內心要唱匪過去 因為眾生都容易生起基督心 這是我們隨喜功德 破除我們內心的基督心 不耐他容心 對不對 是這樣來 那什麼意思呢 因為有這種隨喜功德的心的時候 內心有一種隨喜功德 有一種自費的時候 無我的自費的時候 所以有一種無我的自費 看到人家翻喜 所以為什麼要學習佛法就是這樣 因為有的人 他是有素食善根 他獲取無我的自費 其實只能看到人家 看到人家就任意跟你互相 大家能夠隨喜 但是呢 有的人不容易 就是因為過去是緣故 是這樣 那這裡面還要講眾情益情 因為當你有隨喜功德的心的時候 眾情益情 就是能夠 就是能夠破除我們內心 因為我們知道呢 活門征武有種種的事情 如果大家能夠 這個什麼意思呢 血心 就是能夠一心 大家能夠互相協助 眾情 大家一起拿起來 就容易起來 比如說 這東西很重 需要十個人才拿起來 大家就 哇 互相協力合作 對不對 協力合作 這個功德就容易生起來的 是這樣 眾情益情 就是這個意思 就這樣 那就是我們的 眾生所救的功德 一起做 一起做就隨喜的意思 就是這樣 所以容易 大家一起做的時候 就破除什麼 基督心是這樣 那接著要眾情益情 那第二個 則不基督 因為呢 今天水里功德 對付我們 因為基督心是 過去生的煩惱習氣 過去生的煩惱習氣 因為防護中生有預言 他不知道 這是業力所感的經濟 然後每生基督心這樣 是這樣 第三個 我會參考師說 隨喜功德則不隨罪過 什麼隨罪過 不隨順善 紀律心的罪過 不隨順什麼 不耐他容的罪過 不耐他容的罪過 是這樣 隨喜功德 所以隨喜功德 有無量功德 那這個也是這樣 這個隨喜功德 以後到現在你就不可思議 當你身體隨喜功德的時候 眾生的功德 他的布施就等於布施一樣 你念心有起這種轉念 善反的心的時候 他的功德是你的功德 真的不可思議 就確實 就這樣 那接著我看 這個我們就把這個 隨喜功德講過了 然後就 這就暫時 這孤寫下 接著我們看 清爽好人像 這個 這個就是說 因為時間關係 剛才知道我們暫時 就暫時 學習到這邊 下下文場 悔來日 我們一起回向 願以此功德 專言佛淨讀 善報四中恩 夏季三途谷 肉有見聞者 西花不離心 敬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果 所以 就讓我去看 開燈 真 然後